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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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要來上 第六章 第六章我們就會開始進入 這個犯罪理論 與行為理論 就會開始進入我們 所謂的三階層 理論裡了 這個對於 我們學行法 慢慢就會 有 可以寫 那個實例題的能力 就是要從這邊開始建立 因為我們所謂的實例題 三階論先構成要件 該當違法性有責性 一階層一階層的審查 我們就是從這一章開始教 我們會教到下學期 因為我們這裡面講的每一階層 我們還會再花時間好好的 一步一步的講 這個要講一學期 我們就這樣子行種要講到兩學期 你就不會忘記我們有三階層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概念 我們在解釋 一個行為到底成不成立犯罪的時候 是有方法的 我們當然可以學一般老百姓說 哇!他就是偷拍 這就成立315條之一 那你看他拿槍殺人 那當然成立殺人罪 271條殺人罪 但是你看到的外觀 他可能不是終極的 我為什麼說不是終極的 假設我今天說 我看到某A拿槍射某B心臟 然後把他射死 他就是一個殺人行為 但是這個殺人行為 我就直接判他有罪 讓他去關嘛 那我今天跟你說有一個人 他從便利超商拿了麵包 像《悲慘世界》 我們葉俊榮老師唱的《悲慘世界》 裡面的那個男主角 14歲的時候 他就是偷了麵包 我們從外觀上來看 切到罪的構成要件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他人不法所有 竊取他人財物 我們進行說破壞他人持有 麵包店的持有關係 原本是麵包店老闆的 你破壞他持有關係 你拿了就走 你沒付錢 你有意圖為自己不法他人所有 你構成切到罪320條 構成要件也該當 我舉這兩個例子 我只審了一劫 這就是我們說 我只看了一個表面的外觀 我沒有往下看下去 你貿然說他是犯罪 我會說等等 我們是不是思慮還不夠 嚴密周延 我們是不是忘了看到什麼點了 沒有錯 假設我今天把第一個 A射殺B的案例改成 A是我們高等法院的法警 他今天去執行死刑令 他被要求要對著一個死刑犯的心臟開槍 我們目前台灣的死刑還是用槍決的方式 而且是近距離讓死刑犯躺在地上 我們朝他的心臟射擊 我們會先給他打藥睡覺 然後他昏迷了之後 我們的法警會有一個位置 然後他會朝著那個被法醫 已經mark住是心臟的位置射擊 兩槍三槍直到他死亡為止 那今天筷子手這樣做 他是不是犯殺人罪 你可能會跟我說 他好像是犯殺人罪 那我說我們今天把殺人的筷子手 我們的法警判死刑 因為他犯了殺人罪271條 可以嗎? 你心中會猶豫 為什麼會猶豫? 你說他好像是在執行法律 要求他執行的業務 因為他好像這個是被認命 現在要去執行死刑犯的槍決的筷子手 他必須遵守上級長官的命令 那一個遵守上級長官命令的人 他這樣子要被判有罪嗎? 那我剛剛舉例說 竊道 竊道也是啊 我剛剛講說有一個人走去便利超商 他就把麵包拿走去吃 那如果我今天把這個人 我沒有跟你講他年齡 我現在幫你加了一個不同的條件 我說今天一個十歲的小孩 他家貧 我們在台灣十歲小孩家貧 要去便利超商拿麵包吃好 非常少見 但是有一種人 他去便利超商拿麵包吃 他很常見 叫做智能不足的人 所以我們有那個智能不足智障者家屬協會 他們最擔憂最擔憂的 都是他們自己的小孩 哪一天肚子餓走進便利超商 看到食物拿的就是沒付錢 因為每一個家長都好擔心自己小孩被 可以切到嘴 那如果今天我的行為人是一個智能不足的人 智障者 他真的就是肚子餓 關東煮拿來就吃麵包拿來就吃 沒付錢就走出去 他是不是切到罪 是 但是你要判他有罪嗎 你又猶豫了 你的猶豫點在哪裡 他的自視能力 知道這樣做是違法的嗎 我這樣判他有罪行嗎 你內心又感到懷疑了 為什麼會有這種懷疑 所以我們審查犯罪是否成立不能看表面 表面通常都是我們第一階 犯罪構成要件 你要先忠性的把我們犯罪構成 我當然說忠性 未來你會發現說第一階的犯罪構成要件 也沒那麼忠性 審查完之後你會突然發現 我們到了筷子手的案子 我們會審查違法性的有無 我們到了拿麵包的案子 我們會審查智能不足之人 智障者 他到底有沒有了解到自己行為是違法的 他有沒有罪責能力 當你內心產生疑問 你審查下來 我剛剛舉的兩個案例 最後的結論會判到無罪 所以你說乍看是一個殺人罪的行為 最後為什麼是演發成無罪呢 你要跟我講理由 而且你要知道理由在哪裡 這就是我們犯罪三階層的用意 要讓你思慮縝密的嘛 一件事情從頭看到尾 犯罪階層體系 我們看到POPOM這一個圖 我把它設計成一個漏斗型 然後這個漏斗型 我們一開始會看到 要進入漏斗的是所謂的行為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只有審查人類的行為 我們不審查動物的行為 我們後面會講 其實最早的犯罪概念 連動物的行為都審查 比如說獅子把人咬死 我把獅子拿來當犯罪人來對待 我們今天會覺得說審查動物 咬死人這件事情非常的無謂 因為你不知道目的為何嗎 我們審查人的行為 我們的目的是最後要讓他為他的行為負責 但是我們去審查動物的行為 動物咬死人 你說這隻獅子 獅子先生你要為你的行為負責 他有聽得懂嗎 他也聽不懂啊 那你要審判他 你要怎麼審他也不懂 那我最後要給你處以刑罰 你要知道你做錯了 獅子你知道你做錯了 我們現在要判處你此行 為你的行為負責 這是有意義的事嗎 這是沒有意義 所以我們要審查的這個行為 其實時至今日我們就警現人的行為 但是人也有一些不是被我們界定為行為 不過很少啦 大部分哪怕是那種驚嚇上 驚嚇或是擊掘下的行為 反射動作 我們都會把它界定為行為 那我們先有了行為之後 我們接著會看看你這個行為 符合哪一個犯罪的要件 犯罪的要件喔 在我們刑法上面 我們把它稱為構成要件 每一個犯罪它都有它的成立要件 那我們現在已經約定成熟的一個專業用語 我們就會說那叫做犯罪構成要件 我們後面會跟各位講 也有人把它稱為不法構成要件 為什麼呢 因為犯罪這個用語在某一個年代 新古典年代的時候 我們把它改一個稱呼 稱為不法行為 以至於我們對於犯罪構成要件這樣的一個用語 到了新古典犯罪理論出現之後 把它稱為不法行為的構成要件 我簡稱不法構成要件 所以你現在看到的不法構成要件 它其實對應於古典犯罪理論學派 就是講的是犯罪構成要件 那我就不改稱呼 我就直接稱犯罪構成要件 因為我覺得這個比較能讓大家望聞深意 比較能了解我們的刑法沒有那麼多 讓你難以記憶深色的這些用語 但是你還是要了解每一個用語 它存在的意義跟它到底指涉的是什麼 好 所以我們第一階層在審查什麼呢? 審查一個行為 它該不該當這一個犯罪的構成要件 所以該當的話我們就會說 它具有構成要件該當性 這個該當兩個字 我早期一直以為它是一個日文 因為我自己在唸大一的時候 我一直聽不懂什麼叫做 構成要件該當性 後來其實有一些刑法學者 像許玉秀 他就覺得說該當性 我們應該用中文的翻譯 比較貼近我們能一望即知的 一種理解方式 所以他把它翻譯成 符合性 就是構成要件 合制性 合制性的意思是說 你符合於某一個犯罪構成要件 那後來其實有另外一個教授 就是北大蔡聖偉教授 他跟我說他覺得該當性 不是日文的翻譯 應該是中文長久以來就有 他說你看我們古代常常會說 你知道你該當何罪嗎 我說對齁 他說這個其實是一個中文語義 所以該當何罪 意思就是你到底該當哪個罪的 犯罪構成要件的表述方式 所以我們今天講說 構成要件該當性 我們通常會再加前面一個說 殺人罪構成要件該當 該當殺人罪構成要件 我們會這樣子講 所以這一個其實講來講去 它也並非是外來的翻譯 那我們在這一個階層會審查 主觀不法構成要件 以及客觀不法構成要件 這一個也是我們下長下下長的重點 因為主觀構成要件指的是故意 每一個故意犯 他都必須存在故意 但是你有沒有故意這件事情 我們必須要去審查 除了主觀之外 我們還有客觀要件 客觀要件其實就是我們在刑法分折 像比如說271條殺人罪 它的客觀構成要件很簡單 就叫做殺人 因為271條的條文就要叫 殺人者處10年以上無期徒刑或死刑 所以它的語意上面呈現出來的構成要件 有一個行為叫做殺 一個課題叫做人 那它開放性的沒有講行為主體是誰 就是代表著任何人都可以殺他人 那我們其實從一個語意中 我們也可以做一些排除的設定 就是自殺行為不會成立271條 所以行為主體跟行為客體會是不一樣的人 這個就是我們在做刑法解釋的時候 你看到條文的語意你要去解釋它 那我們做解釋的幾乎都是對於犯罪構成要件 每一個字 每一個字至於我們都是一個要素 有時候常常有一些字是沒有意義的 這有可能容顏罪 但是有一些字它是很有意義的 我們都要去解釋它 那解釋它我們基本上工作就是在針對 一個犯罪的客觀構成要件在解釋 解釋完之後 我們才會把一個具體發生的行為 扣到這一個解釋裡頭 看合不合於這一個罪的要件 還是它不算是殺人 它算是傷害致死 那我們就要去找277條第二項 那這樣它會叫不是殺人 那它是傷害囉 那我們就用227條傷害致死罪來審查 我們做這一套功夫只是第一階層 第一階層我們要確定 那這一個階層其實我們有一個非常奧妙的用語 未來也會介紹叫做寒舍 這個不是吃大飯店的那個寒舍飯店喔 我們的這個寒舍指的就是說 它是一種把具體的行為寒舍到抽象的法律構成要件中 然後看它合不合制該不該當 這個過程 那我們第二階層審查的是違法性 我們後面都還會每一個階層拆解的跟各位講 我先做一個最基本的鳥看跟最基本的介紹 我們在第二階層 為什麼要審查它的違法性 我剛剛舉的例子筷子手 他對著一個死刑犯射殺他的心臟 讓他死掉 他在第一階層 他其實是符合殺人罪犯罪構成要件的 但是你心中不免懷疑 他也不過就是遵守上級長官的命令 他去執行他公務上的行為 我可以認定他是有罪的嗎 他或許是殺人罪構成要件該當 但是你會有這一個懷疑 你懷疑的點其實會覺得他這樣做違法嗎 事實上他甚至是在做一個符合法令的行為 所以我們常常會遇到很多執行公權力之人 他執行的是符合法令的行為 但是他從外觀來看 好像是在侵害你的自由 像我們的檢察官我們的警察在執行搜索 他可以不經過你的同意 拿著搜索票到你家去搜 甚至他收到髒物 他收到違禁品 他收到可以當作證物的東西 他就扣押 這一連串的過程 我們給他另外一個名字 你執行的叫搜索或扣押 他能被稱為搜索扣押 是因為他有一個合法的命令在 他有搜索票 搜索票上面記載他要扣押什麼東西 如果今天不是一個警察 不是一個搜索 當一個人一個歹毒到你家破門而入 拿你的東西那叫竊盜 竊盜他第一階層竊盜罪 加重竊盜罪過程要見該當 他沒有第二層的阻缺違法 但是如果我今天是一個警察 他在執行搜索 他外觀上就是一個竊盜罪 他甚至還搶奪類 如果你把他當寶物 他說這個就是證物 他還用強制力把你身上包的東西搶過來 我跟你講這還不是強盜 這叫強盜 強盜就是施以強暴 使人不能抗拒而取其財物 328條 我們都這叫做強盜罪 第一構成第一階段 他是構成要見該當 到第二階段 這個警察就跟那個法警一樣 他要來跟你 argue 他說我這是執行法令耶 法律給我一個護身符讓我去執行 如果我執法過程每個行為都是犯罪 請問誰敢當法警誰敢當警察 他要這樣質疑我們就是因為他的行為 他心中認為不是違法的 我在做的是一個合法行為 所以有沒有一種行為 他外觀看起來是違法 事實上我們進入第二階審查之後 他基本上要被界定為合法行為 有 就是他的行為 具有主卻違法事由 他具有主卻違法事由的主卻兩個字 可能又是日文吧 主卻如果用中文來解釋 應該叫做排除違法的事由 排除其違法性 他的護身符在於他是依法令之行為 他可以排除行為的違法性 變成合乎我們法規範的正當行為 像我們的主卻違法事由 我們在刑法種則有明文規定的 包含了正當防衛、緊急避難、依法令之行為 跟業務上之正當行為 我們目前在刑法種則有這四個條文 當然刑法種則以外 我們還有超法規主卻違法事由 得被害人之承諾 這個條文沒有明文規定 但是如果有得到被害人之承諾 比如說你得到你隔壁同學的承諾 他說你來揍我一下 我最近練健身 我的肌肉是硬的 我的肌肉真的是硬的 你問同學對不對 老師的肌肉是硬的 你揍我一下 我允許你揍我 那這是得到我的承諾而揍我 這個就可以主卻傷害罪的違法性 所以這個是超法規主卻違法事由 得被害人之承諾 所以我們在第二階段 我們會詳細的跟你講 違法性它怎麼審查 基本上違法性的審查 是用反面推翻的方式 會反面推翻 那是因為我們在第一階層的時候 我們先推定它有 符合構成要件該當性之行為 我們先推定它都有違法性的 到了第二階 我反面去推翻它的違法性 所以我們在邏輯操作上會 第一階層先推定是有 第二階層我們再去推翻它 這是一個你要去做一個邏輯判斷的 當然我們也會說 實質違法性可以正面判斷 正面判斷不多 但是可以 但是不多見也不容易判斷 好 那我們在第三階 要審什麼呢? 假設我今天剛剛取的例子 有一個製造智能不足的人 智能障礙的人 他走進便利商店 拿了麵包就吃 他符合切到罪的 切到構成要件 那他有沒有主缺違法室友 拿麵包是正當防衛嗎? 拿麵包是緊急避難嗎? 拿麵包是任務上正當行為嗎? 拿麵包是依法令之行為嗎? 都不是 他沒有一個反面推翻它違法性 支持他行為可以這樣做的一個正當事 有他欠缺 這個人他拿麵包 就是一個具構成要件該當 而且切到最構成要件該當 且具違法性的行為 因為他到第二階 我沒有找到可以推翻他違法性的利用 所以這個智能不足的障礙者 他的行為我要界定為他具構成要件該當性 且具違法性 那我為什麼要審第三階 第三階有責性 是一個人他要為他行為負責我們該審的東西 要審第三階他其實暗喻一件事情 有些人他做了壞事 但他不要為他行為負責 你可以說怎麼可以這樣 有些人做了壞事違法的事違法的事 那為什麼可以不要為他行為負責 有我們這個智能不足的人拿麵包就是這樣 他沒有罪責能力 今天一個七歲的小孩走進便利擦傷 他拿了麵包就走 我們也不會說你要為你的行為負責 因為他在第三階欠缺責任能力 我們責任能力按照刑法規定 未滿十四歲之人行為不法 所以還有我們的出於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 以至於他無法辨識自己行為是合法或違法 欠缺是非善惡的辨別能力 而且是完全欠缺之人 你也不能要他負行之責任 我剛剛舉的這個智能不足的人 他有可能就是我們刑法十九條 無法令其負責任欠缺責任能力之人 所以他的外觀是一個切到行為 他也無阻缺違法事由 但是到了第三階有責性的時候 你說他欠缺責任能力 欠缺責任能力我們在法律上要怎麼做 我告訴你答案就是判無罪 不要再來跟我拗了 所以我們那個殺警案 為什麼要判無罪 就是這樣 那個殺警案 他就是被我們精神各醫師 他認定他符合十九條 而且是完全欠缺責任能力 以至於他殺的人 就好像我們這個第一階成立 第二階成立第三階不成立 欠缺責任能力 你就是無奈的要判他無罪 那我們這一套要判無罪的三階理論 可以因為立委看到一個個案推翻他嗎? 不行 因為這個就是道理所在 這個是百年以來千年以來的道理 你要推翻一個知識體大 你就會變成法律是選擇性的決定誰有罪 選擇性的決定誰有罪 不行 我們的法律的執行要貫徹 你的道理在這裡你就要貫徹 你不能依個案而去做差別待遇 不行 所以一貫之他是要被判無罪 就是要判無罪 當然你可以說無罪我是不是要關他 還是要放著他 你可以關他 我們用另外一種叫監護處分 我們教保安處分的方式 讓他去治療 那我們現在立法委員想要修法 將監護處分的五年時間佔拉長 他說治療五年會好嗎? 老實講治療五年可能也不會好 那你要拉長他治療時間 你是真的要治療他嗎? 還是其實你是把他當作猛色 其實要把他關起來 關在動物園的概念 其實大多數的人的想法是這樣 精神疾患真的不要這樣對待 其實我們長年以來 全世界各國都認為精神疾患 以監禁的方式來治療 是效果最差最差的 我們這個社會其實應該要能 你這個精神疾患的人共存 我們要去建立一種環境 就是我們要容忍周邊 跟我是不一樣的人 我們其實走到今天 我們在台灣比如說同性婚 在我小時候那個年代 甚至我剛當老師的那個年代 有些同學他是同性戀 他不敢講 只是敢私底下跟我講 我們今天這個年代 可以走到這個程度 可以容忍我們周邊的人的性向 不是說容忍 是尊重而且是理解 這個真的非常的不容易 我們還有別的路要走 就像精神疾患 我們這個社會 一定要對精神疾患的人要寬容 我每次這樣講 不是講你們同學說到考前精神壓力大 因為我們在念刑法的時候 每次交刑法第十九條 就會講到今天犯罪的人 為什麼我們都要送精神鑑定 非常多立委不能諒解說犯罪的人殺人罪 我們像證傑我們送精神鑑定 小燈泡的那個殺小燈泡的光景欲 我們也送精神鑑定 殺鐵路警察 我們也送精神鑑定 真的社會會隨機殺人的人 很多都是已經精神疾患已久 那為什麼他精神疾患最後要用這個方式 去展現他最後一刻 要去殲滅別人的生命的這樣的一個手段呢? 他的成長過程 他的周邊的社會 沒有人去看見然後願意協助他 所以這個我們一定要想辦法去改善這個環境 當然立委他說 我們對於殺警犯的這個人 五年監護處分不夠 我們最好關十年 立委是可以這樣立啦 讓我們大家覺得這個社會很安全 反正我們就找個地方 把你覺得心中有精神疾患 又有殺人的行為前科的人 通通關在一起 你特別的安心嗎? 但是你要知道這不是治療 治療不是把人關起來治療 那個是一種 我們在講刑事政策 你還是把某一些人 當成是社會的危害危險員 然後把他排除 你還是用一種排除的概念 去思考這個問題 這樣是違反人性尊嚴跟違反人權 因為我們這個社會沒有一個人 值得被你排除 那個按照李莫森還講的那個阿甘本 他就說有一些人他的命叫做裸命 他的命的存在就是要被你檢除而存在 那一個社會如果這種裸命太多 赤裸裸的一個命令 他的存在是要讓你去檢除他 把他排除 這個社會這種人太多 是社會的失敗 因為社會到某個程度 應該要學會寬容 所以這個為什麼李莫森會叫大家看尼采 你們如果有興趣去看尼采 他講的罪 他的第三章講到那個叫罪 還是罪人之類的 尼采就有提到說 他很希望有一個社會能寬容 他就說一個人對於金錢的忍受度 端看他的富有程度 有些人對於損失一百塊他不痛不癢 因為他很富有 對一百塊他不痛不癢 有些人對一百塊損失他非常心痛 因為他不夠富有 那個尼采說他希望我們人對他人的寬容 可以富有到我們能忍受犯罪 而且這個社會一旦犯罪發生了 我們一定要把憤怒的大眾跟犯罪人隔開 我們不應該讓憤怒的大眾直接面對犯罪的人 丟他石頭 你一定要把憤怒的人跟犯罪的人的隔開 然後我們要盡量培養我們這個社會有 容忍、異、異類或是與我們不同人 他不管是所思所想、犯罪行為也好 偏差行為也好的那種寬容度跟包容度 所以這個講到最後我不知道是法律還是哲學了 因為我們在每次講刑法的時候 刑法第十九條跟你說要犯他無罪 然後說要用監務處分太多人反對了 就覺得說五年哪裡夠、十年才夠 你為什麼犯他無期徒刑算了 所以常常會說我們乾脆就把那條文廢掉 連精神疾患的人犯罪我們都給他關到死 這種論述都是反文明 我們台灣最偉大的不是自由 不只自由、不只民主 其實還有法治 好 那我們接著來講犯罪階層體系 篩漏作用 剛剛我為什麼要把那一張圖設計成一個倒三角 其實它就類似一個漏斗 漏斗的意思就是當我們要進入審查 我們要先把人類的行為挑出來 動物的行為我們就先排除 所以這已經是第一層的Cilo 我們所謂需要審查的行為是 刑法上具重要性的行為 不重要的行為你就不要用刑法去看待它 那所謂的行為我們未來會跟你講 它一定要是人類意志支配 人類意志支配之下的行為 所以怪力亂神、雷電、自然現象、動物行為 它都不是人類意志所支配的行為 那不是我們刑法要去審查的 那我們接著第一階審查的叫做構成要件該當性 構成要件該當性我們要審查的就是 你今天被指控的一個是不是犯罪行為 你還不確定的那個行為 我要把它拿到刑法裡面去審查看看 它符合哪一個罪的要件 好 我們在做這種審查的工作 這個審查以後你說我該當殺人罪 該當妾盜罪 我們第一階段在做就這件事情 當我們在考法律系的考試 幾乎都是在考大家這三階 大部分都是第一階你要了解 然後第二階段我們要判斷的是違法性 這個違法性到我們後面會講 它在第一階先確定有構成要件該當 它就會先推定它有違法性 這個邏輯結構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如果不是一個我們社會無法容忍的行為 我不用把它立為犯罪行為啊 所以只要被我們認為它符合第一階 構成要件該當性的行為 我們都推定這是一個不法行為 它那個原始的想法是只有我們覺得是不法的 我才要把它制定成一個條文 所以符合這個條文當然它具有不法性了 所以我們在講這個具有不法性 一般而言只要具有第一階構成要件該當 我們就指出它本身具有的不法性 或是當然含有不法性 或是我們說當然視為這個行為是不對的 具有不法性 但是我接著第二階段我是要用反面推翻 我要找一些可以正立它行為正當性的理由 去推翻你一開始跟我說的違法性 它是正當防衛人不會說它違法 然後緊急病難人不會說它違法 好這樣子 第二階段我們主要是用反面推翻的方式 去審查它的違法性 是不是被我們推翻了 那第三階段我們審查的有責性也好 我們也稱罪責階段 罪責階段兩個字 這個是我們有一位已過世的行法 叫做林三田 它是將德文的那個字 叫做should should這個字 翻譯成罪責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字 我每次我都會稍微解釋一下這個德文 它用中文翻譯 在法律上面它有兩層意思 這個在我們刑法我們稱為責任 但是這個在明法稱為債務 為什麼刑法稱為責任 明法稱為債務呢? 這個很神奇 一點也不神奇 你大概了解我們的法律的意思 你大概就知道了 因為刑法或是明法 一開始我們都是建立在人有自由意志之下 所以在刑法上面一個人的行為 他是受自由意志所支配 一個人自由所形成的行為 你要為你的行為負責 你要為你的行為負責 你要擔的就是行責、責任 在明法上面 為什麼這個should這個是要當作翻譯成債務 因為司法自治 他也是假設兩個是有自由的主體 他彼此遞結契約 彼此遞結契約也是一種自由的行事 當你要遞結契約 你就被你的契約所拘束 你被你的契約所拘束 你應該為契約所負的責任 就是債務 我們中文分債務 但是你要懂德文的話這也是一種 你應該為你的自由負責任的意思 好 這個字在我們刑法 我們會在第三階審查 這一階我們審查的 有人翻譯成罪責 有人翻譯成有責性 這都是德文的翻譯 這個德文的翻譯 我們今天已經沒有困擾 像我在念書的時候我們就很困擾 因為常常說我寫罪責 老一輩的老師寫有責性 他會看到我寫罪責給我大錯特錯 我們今天已經不會看到不爽的字給你錯 不會 你觀念對就好了啦 那我們為了避免有人混淆 所以我有責性也使用 罪責也使用 我們每一個用語我們都介紹 讓你了解這其實相同 因為都是翻譯 上次我們有講到這個犯罪三階層 先給大家稍微再帶一下這個階層 因為這個階層 我們第一階層是構成要見該當性 第二階層是違法性 第三階層是有責性 我們這一章主要是把這整個犯罪階層 為什麼會長成這樣 這是什麼樣子的理論脈絡 會要我們將一個犯罪用這一種模式來進行審查 這其實是德國刑法體系獨特發展出來的 像英美法系的犯罪審查 它就不會分成三階層 其實歐陸他們最早甚至受這個英國也是 他們其實是把犯罪的審查分成兩階層而已 就是我們不是有看 從小到小看一些小說叫罪與罰嗎 那我們常常我跟你講說犯罪與刑罰 這基本上就只有兩層 犯罪是一層 處罰是一層 罪與罰是兩層而已 那為什麼德國它會變成三層 它的三層其實是將第一層犯罪 構成要件跟違法性給它拆開 拆開 那這個拆開它其實也是有一些歷史脈絡的 後來這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一開始只有兩層 然後到了古典犯罪學理論 在德國它就覺得說 構成要件是一層 違法性是一層 這樣的話我們更能精準的判斷 我今天跟你講的是構成要件還是跟你講違法性 那我說分久必合 必合就是後來又發展出所謂的兩階層理論 兩階層理論又覺得說 你第一階構成要件跟第二階的違法性 給它分成兩個階層審查 是不是太過切割 這兩個是相同的東西 我們應該給它再合為一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整個犯罪階層體系的發展 它還是又有另外一種說法 要改成兩階層 兩階層就是把第一層跟第二層 通通化為一個大樓層 這一個大樓層裡面有樓中樓的概念 那三階層就是我不要有樓中樓 我就是一樓、二樓、三樓 那這個二階層理論就是一樓跟二樓 那二樓裡面有樓中樓 所以其實很多人回頭在批評二階層理論說 你不是真的玩三階嗎 那你家裡面還有樓中樓 你騙人家說我們家只有兩層 你根本就家裡其實有三層樓這樣子 所以那這一種體系 那它會跟你講說 我們家這所有要蓋成樓中樓是有原因的 這二階層理論就是這樣跟你講 那三階層理論說 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 就是不要把它蓋成樓中樓 陪我們說你只有兩層 你家就是三層 這個就是我們二階層跟三階層的理論 因為他們吵來吵去 不過就是吵那個外殼 那事實上裡面的階層 裝的東西是大同小異 但是我說大同小異還有異喔 還是有相差滿大的一個差異喔 我們未來講容許構成要件錯誤的時候 我們就會講它那個差異就在這裡 那我們先來講上次有說好 犯罪階層體系的腮露作用 所有的犯罪階層體系 它都一定要先有行為 然後我們有了行為之後 我們會進第一階 構成要件該當性的審查 第二階違法性的審查 第三階有責性的審查 好 那我們現在再回來講 犯罪階層體系的核心基礎是什麼 其實就是不法跟責任 不法指的是第一階跟第二階 所以第一階的構成要件該當性 與第二階的違法性 這兩個階層共同構築出不法的概念 什麼叫不法 你的一個行為是殺人 我說對不起 你在做一個殺人行為 同時我也在告訴你 你在做一個不法行為 你要知道我們行法 只會將我們人類覺得是 不對的事情放進來 我們沒有必要把對的事情放到刑法裡去 所以能放到刑法裡面把它變成一條條文的 基本上我們就已經暗示了這樣的行為是不對的 不法其實用英文來解釋你可能聽得比較清楚 英文最早期講刑法喔 它就是wrote 合法行為就是right 就是錯的行為跟對的行為 到後面第三階的責任 有責性階層 我們考慮的就是 你前面做了這麼多 我們覺得是錯的事 不對的事 不法的事 那你自己知不知道你在做錯事 你在做不法的事 你在做犯罪的事 那我們第三階有責性在審什麼 審 最早期在審寧格說 你知不知道你在做壞事 你知道你今天所為的是一件 我們要非難的錯事 有一些人跟妳說 蛤?我不知道我這樣做是錯的啊 我還甚至以為我這樣做是對的 那我說奇怪 大家都知道這是錯的 我什麼時候只有你心中覺得它是對的 我舉例說明這種例子太多不是很美局喔 比如說今天我問大家 那種我們這個到了第三階 你會覺得說大家覺得你是錯的 只有你心中覺得自己是對的 這個有幾個層次的問題 有一種層次它是 他怎麼不知道這種行為是錯的 比如說原住民 像我們都舉例行法16條 欠缺不法意識原住民 他們可能是80歲部落的期老 他可能與我們外面的世界 而且有一點隔閡、隔離 那他在山上採山藥 採那個叫做愛玉子好了 我們在食物上面判過幾則 採見損、愛玉子 然後還有採蕨類 請問對原住民而言 我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我這樣做犯罪嗎? 他覺得他日常生活有所需 結果後來我們就把這些什麼採 愛玉子啦 採山蘇葉 山蘇葉或是見損的這些 原住民愛吃的一些野菜 的這些人就抓起來 說對不起 你違反森林法 因為反舉國有土地 森林全歸國有 你在國有地上面採集森林副產品 一概一切到罪半裏 那這個時候 我們的原住民齊老他就會覺得說 蛤?原來派人來天變了 法也變了 我根本欠缺不法意識 這就是我們大家都知道這樣做不行 只有你不知道的一種例子 那又有人他是用藉口 說蛤?原來這樣是錯的我不知道 那你把這個便利潮上的東西拿來吃 然後不負錢走出去 蛤?原來要負錢了 我不知道 那時候你講我們就聽不下去了 因為平均一般人都知道這樣要付錢 只有你不知道 除非你有什麼出於精神喪失心智缺陷 而不知 像我們用刑法十九條說 無法辨別自己行為是非善惡之人 就是刑法第十九條 這個時候我們再考慮說 你的不知道是因為你的心智精神狀態而不知 或是我們也可以用年齡來分 未滿十四歲之人行為不乏 因為他不知道說 原來去便利潮上東西拿了就吃不付錢 這樣是不行的 因為平常都是這樣做 因為媽媽都跟在旁邊付錢 但是有一天媽媽不在 她也是照常這樣子做 七歲小孩拿了麵包就吃了 這個時候你說你是怯道 她說我不知道什麼是怯道 她在七歲 七歲小孩就說 不是拿東西又可以吃嗎之類的 那我們這時候會說 你因為年齡太幼稚 以至於無法辨別是非善惡 這個時候你會跟我說 我不知道我行為是錯的 那我們也可以原諒你 其實我們現在在法律上這些都列為 欠缺責任能力之人 第十九條或第十八條 這一些我們會先認為 你在這種狀態或這個年齡的情況 你沒有辨別是非善惡的能力 這個是我們在有責性要討論的問題 所以我們大致上核心基礎 在第一階第二階 我們探討的是你這個行為是不是錯的 叫不法性的判斷 那這一個其實在古典犯罪理論 他認為這是一種客觀的判斷 因為行為也是外顯於世界 不法性不法行為也是一個外顯於世界的行為 那這種不法行為是誰來做 我先站不管 總之我要界定一個清楚的遊戲規則 別人的生命你要尊重你不可以殺他 別人的身體你要尊重你不可以打他 不可以砍他 別人的財產你要尊重 你不可以偷或搶他人的財產 我先界定這樣一個大原則大方向 今天不管是A B C D E F G 誰來做都在法規範我說你做的是錯事 你做的是不法的事 你定到法條裡面我們說你做的是犯罪的事 做犯罪的事情還是你的行為 根本不該當這一個犯罪的行為 我們是在第一階跟第二階討論的 第一階跟第二階它分別又有不同的重點 第一階我們在討論說 到底你的行為可不可以看到這個犯罪構成要建立的 像比如說我以前啦 以後我們上刑法分折也會上到竊道罪 我常常愛舉例一個就是 你把自己的筆電借給女朋友 然後分手之後你跟她所求回來說 欸跟你在一起的時候我才願意借你筆電 啊我們現在分手完你是不是一定敢還我啊 我這個是那個當時是買Apple的欸 這個Air什麼的之類的很高檔的 然後女朋友就不還相應不理打死不應 然後你有一天來上行分課 發現女朋友就帶著你借她的Apple擺在桌上 結果她就去上廁所你越看越氣 別人的電腦就是不好好愛護 你不覺得你把我的電腦放在桌上 要去上廁所別人不會偷拿嗎 你自己的手機你自己的電腦 你應該不敢這樣做吧 應該隨身就帶著走吧 然後你搶說這一台就是我的我不爽 然後看到女朋友就把你自己借給她的電腦 然後打死不還的電腦擺在桌上 你就乾脆自己帶走了 請問你把自己的電腦取回來 你犯不犯切到罪 你們覺得犯不犯 要不要跟她智慧一聲說 我把我借給你的電腦拿回來了 當然不犯啦 因為我們竊道罪320條第一句話 意圖為自己或他人不法所有 要不法所有喔 所以我們這裡是把別人所有的東西 據為己有才算 那把自己的東西據為己有 那不就剛好而已嗎 這個不會成立320條竊道罪 我們會有這樣的一層說 他到底成立這個罪或不成立這個罪 該當這個罪或不該當這個罪 我們基本上都是在第一階層 構成要件階層 在審查到底該不該當這個罪所描述的要件 好這個是我們第一階層要做的事情 未來我們會花時間把第一階層中 他應該要審查的主觀構成要件 客觀構成要件再拆解給各位看 好那到了刑分 我們就會真的把罪名帶給你們看 我們先學一般再學特殊 其實刑法為什麼要分總則偏跟分則偏就是這樣 因為有些東西它是共同的 好那再來我們講的違法性第二階 第二階跟第一階 它有個核心的點 就是它都是為了要確認你的行為是不是不法的 是不是具有不法性這件事情 那我說具有不法性這件事情 我可以用不同的說法來表述 我可以說你的行為不具有不法性 那我用另外一種口語大家能表 聽得懂的方式 你的行為其實是這個社會所允許的 我再用大家更能聽得懂的話來表達 你的行為其實是合法的 或是我簡單的說你的行為是對的 沒有犯罪 那我們第二階層就是在確認 到底你的行為是 構成要件該當之後 合法還是違法呢 為什麼會這樣 這是好像懸疑巨樣 具有構成要件該當性 但maybe可能還是個合法行為喔 比如說我們上次舉例的筷子手 他執行槍決死刑犯的死刑令 他的行為從外觀來看是殺人罪 犯罪構成要件該當性的行為 但是他到了第二階層的違法性 我們發現他叫做依法令之行為 我們現在有個明文規定依法令之行為不法 為什麼要這樣規定呢 因為依法令之行為它不成立 他不具有違法性 我們會說你的行為是合法行為 執行合法命令之行為 你的行為不是犯罪 你的行為是我們法律規範所允許的 甚至我可以說你的行為是正當的 所以這些全部都是我們第二階 對於主協違法事由的一種稱呼 跟我們到底要審查什麼的一種核心思想 我們審查完兩階之後 我們接著來看第三階 一個行為具有第一階構成要件該當性 第二階違法性之後 我可以暫且稱呼他 具構成要件該當且違法之行為 那到此結束嗎 沒有喔 那一個做這樣子行為的人 接下來他要不要給他懲罰 要不要給他相對應的刑罰 那我們一般老百姓可能會覺得說 做錯事就是要懲罰 對啦 一般而言 原則上 但是我們在有責性就是在看 是不是每一個人都具有罪責 且知道自己行為是在做錯事這件事情 如果我們審查完之後排除了他的罪責 他最後其實是不罰的喔 不罰的原因是什麼呢 他雖然做了錯事 但是他沒辦法為他的行為負責 就好像我跟你說獅子把人咬死了 那你要獅子負與人類殺人一般的責任嗎 像我們在罪責 首先我們要考慮的是他有沒有責任能力 責任能力今天是七歲小孩偷東西 還是今天一個心神喪失的人 他去放火 或是心神喪失的人為這個殺人行為 如果是的話我們用刑法第十八條十九條 欠缺責任能力我們就排除他的責任了 排除他的責任我們在刑法上會成不罰 但是我們可以改以保安處分 給他比如說就少年而言喔 我們會給予感化教育 對十九條心神喪失啊 心智缺陷啊 應經人障礙不能辨別自己是非 行為是非善惡的這些人 我們給他的是監護處分 監護處分我們現在判無罪可以命監護處分 五年以下的監護處分最長五年 超過五年就不行了 那我們之前的鐵路殺警案 很多立委要求要修正監護處分的年限 我聽到一版的說法是說 修成像德國一樣的那個保安監禁 保安監禁是重大犯罪人 疑犯再犯頑固不靈的那一種 具有非常高度危險性與反社會人格的那種人 那種人他們保安監禁的這種保安處分 我們在台灣沒有他一次就判十年 超過十年之後我還可以繼續灌下去 好 這一種 我有聽聞說我們監護處分要這樣子修 但這樣子修重點是你到底是關呢還是治療呢 你要界定這個清楚啊 我們今天對他的對待是要關他還是要治療他 你覺得治療十年 然後以監禁的方式來對待一個精神疾患 他的病會好嗎 這我也很懷疑 我們先來講第一階構成要件階層 構成要件階層指的是每一個犯罪 他都有我們看到的是條文 比如說我每次都舉例兩百七十一條殺人罪 兩百七十七條傷害罪 三百二十條竊盜罪 我們條文比如說殺人罪最簡單 殺人者處十年以上有其徒刑 無其徒刑或死刑 像我唸的這個每一個條文 他都看上很多與犯罪相關的要件在裡頭 你可能看條文你不會覺得說 哇這個就是一個成立犯罪的要件 但當你要去適用的時候 你才發現每一個字你都要去解釋它 否則你不會用 像我剛剛講說你的電腦借女朋友 你在他不注意的時候 你把它拿回來 這個成不成立竊盜罪咧? 我會這樣問你 你第一件事情可能就去翻條文 把三百二十條翻出來 竊盜它的文藝 它的條文長的是這樣 那你要了解你現在眼睛看到 這個竊盜的條文 它就是我們這邊講的犯罪構成要件 它的一個名文化 所以我們講的第一階層犯罪構成要件 它在設計上或是說立法者 它要制定一個刑法條文 我們要怎麼樣做 你從不同的角度 我們去解釋犯罪構成要件 這一個階層 首先我們會先考慮到底它要保護什麼東西 所以每一個犯罪構成要件 它都會以一個保護的法義 當作它的出發點 像我們現在的刑法條文 也是有順序脈絡的 我們先從生命法義的保護開始 身體、健康、自由、名譽、隱私 然後到財產 我們就會以這一些法義保護 當作我們設計刑法條文的一個目的導向 那接著我們要把我們的犯罪構成要件 就是說那個刑法條文 我們給它文字化 而且按照我們之前學的罪行明確性原則 我們的文藝要盡可能明確 而且要給它寫成法條、法定化 要讓人民一看到這個條文 就可以預測到我的行為 是不是符合這一個犯罪條文所描述的那種情境 當然每一個犯罪構成要件 它因為保護的法義不同 它要立法、處罰的行為也不同 所以它可能在設計上會有某一些區別 像比如說我們這邊講的行為主體 有一些犯罪它是不分行為主體 任何人都可以違反的 像殺人罪 不管誰殺人我都要處罰 但有一些犯罪我們就會限定行為主體 像我們的公務員貪污罪 公務員賭職罪 這個整體都是概括的說法 其實我們正式的罪名應該是 121條是公務員或仲裁人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 它就已經把行為主體做了特定 所以一般人收受別人的虧證 不能稱收賄 公務員收受別人的虧證 它就可能是公務員收賄罪 所以我們每一個犯罪要件 你都可以看到說 我們要描述一個不法行為的模式 我們會借用一些要素去穿插 我們在設計條文的時候會有行為主體 會有行為 要描述行為是什麼 會有行為課題 像禮拜五這個婦女薪資在推動 這個伊斯坦堡公約要求的性侵害防治法 不是它要把我們的妨害性自主罪 就是我們刑法221條強制性交罪 這個是由婦女團體喔 想要把這一個罪條文221條再簡化 簡化說不需要施以強暴脅迫 藥劑催眠說他法 我們目前刑法221條強制性交罪 要施以沒有藥劑 是以強暴脅迫恐嚇 或違反其他違反意願的方法 然後這個違性交行為 好 那我們這個犯罪構成要件 很確定的我們要指引一個法益保護的方向 但是不是每一個法益保護 它都那麼容易立出一個具體的條文 沒有辦法 像我們講的跟蹤騷擾 有時候你會跟我說 老師請問跟蹤騷擾一個人 他侵害他什麼法益 他讓你感到非常恐懼 請問這是侵害他什麼法益 我說這叫做免於恐懼之自由啊 就跟我們恐嚇罪一樣啊 所以我每次都說我們在305條恐嚇罪 後面再加305條之一啊 就是不加呀 法務部又推不動 所以也沒辦法 只好訂特別法 好 那再來犯罪構成要件 它一定會指涉一個 我們心中覺得是不對的行為 所以我們會把犯罪構成要件 也稱呼為不法構成要件 這簡單的來說是不法行為的構成要件 那可能各位同學會跟我說 老師不法行為是不是等於犯罪行為 其實對啦 那為什麼我們要稱 以前要稱犯罪構成要件 現在要稱不法構成要件 現在要稱不法構成要件 其實這是德文的問題 以前你看到這個德文喔 我們在PPT看到的這個不法構成要件 我這邊寫WUN REICHTS 這個字就是不法 WUN REICHTS 你把那個WUN去掉 就是法律的意思 那德文就很討厭 所有字通常都黏在一起 TART TART TARTBESTAND 這個TART 其實它是一個中性的表述 這個中性的表述方式 其實你可以稱它為行為 但是你也可以 因為它這個中性表述久了 它其實指涉的是犯罪行為 所以這個WUN REICHTS TART 應該是TARTBESTAND是一個字 TARTBESTAND是一個字 這個是構成要件 行為的構成要件 WUN REICHTS是不法 所以我們在古典犯罪理論裡面 稱犯罪構成要件 到了新古典把它改成不法構成要件 它其實背後有一些原因的 我等一下再跟各位講 但我們現在其實兩個用也是混用 就是犯罪構成要件也對 不法構成要件也對 我們不會說你講錯了 因為一個是古典學派留下的東西 一個是新古典學派留下的東西 他們講的東西都是第一階層 只是他們要在第一階層裡面添加一些東西進去 好 新古典牆在裡面添加一些進去 當一個行為具備了犯罪的成立要件 我們口語上面是非常饒舌 但是我們在念法律的話 我們給你一個專有名詞 叫構成要件該當性 用該當性這樣子 好 那我們在違法性階層要審查什麼呢 第二層的違法性 它其實從古典學派的三階層理論 就是從古典學派奠定下來 它其實從古典學派奠定下來的一個審查模式 就是凡具有第一階層構成要件該當性的行為 我就推定它是違法的 那我這邊要講我們刑法上面 我這邊講推定也好 間接證明也好 或是用德文它是說你表徵出它的違法性 我們跟明法不太一樣喔 我們在學明法大一學明種 我們可能會跟你講說 是違跟推定兩個用語是不同的 是違你不能舉反證推翻 那推定可以 推定可以 我先推定有 但是我可以反面推翻它 那在我們刑法上面的話 這個去構成要件該當性 就推定為具有違法性 就比較像是明法這種概念 我可以先推定有 然後我事後去用反證推翻說 其實沒有 所以我會在我的用語上面寫說 這是間接證明它行為具有違法性 或是推定行為具有違法性 是因為我們接下來 在違法性層次要做的就是要舉反證去推翻它 那這個舉反證推翻它 它意味著什麼事情呢? 意味著第一階層具構成要件該當性 它固然可以表徵出這個行為是違法的 或是推定出這個行為是違法的 但是它不能終局的認定它是違法的 像比如說這個筷子手 死刑犯它對這個筷子手對死刑犯執行槍決 它把它砰砰射死了 那我們可以說你的行為推定是違法的 因為你具有殺人罪構成要件該當性 那我就推定你這個行為是違法的 那這個時候筷子手他就冤枉啊 他說蛤?我不過就是依法令之行為 那他找到一個護身符喔 他找到我們刑法法定主卻違法事由之一的依法令之行為 依法令之行為不法 他找到一個可以反面推翻它違法性的理由了 這個能反面推翻它先前推定的違法性的這一些 反面推定的理由我們稱為主卻違法事由 它會是在我們第二階審查的重點 所以我們在違法性的這個階層 我們主要審查到底這個行為人在做這個行為時 有沒有主卻違法事由 主卻違法事由這個用語 主卻兩個字它是日文的翻譯翻成中文 如果你不覺得看到主卻兩個字你覺得很不爽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因為我們在台灣也有人稱它叫做 排除違法性的室友 就反面排除你的行為具有違法性的室友 也可以 但是其實你只要把主卻違法事由 當作一個關鍵字給它背起來其實也沒差 就擔心你聽不懂啦 聽不懂我們就會去解釋 那這個在德國刑法上面的話 它的德文它不是這樣用主卻 它是說正當化事由 它是用一個正面表述或是合法化事由 這是用德文就直接講了 甚至德文它會稱為這叫做容許構成要件 容許構成要件是我們未來一定會出現的 你要記起來 容許構成要件是等於主卻違法事由 它跟犯罪構成要件是剛好對立的概念 犯罪構成要件是你一旦成立你會變成犯罪 容許構成要件是你一旦具備你的行為 就會變成具合法性、正當性 而且是我們法規範所容許的 所以你不要一看到構成要件你就頭暈了 因為構成要件不就是成立要件 這是個中性的用語 前面可以按插很多意思 所以我們在第一階會稱犯罪構成要件 或不法構成要件 我們到了第二階違法性 我們的用語有可能稱它是否具備主卻違法事由 或是它是否具備正當化事由 或是它是否具備合法性的構成要件 或是它是否具備某一些得以主卻其違法的容許構成要件 這個我們都可以這樣子表達 這種表達的方式都是符合我們刑法 你要寫考卷也好 你要寫paper、寫文章也好、寫報告也好的 這種表達方式都是可以的 好 那我們來看第三階有責性階層 有責性是我們早期留日的學者用日文的方法翻譯的 所以我在唸大學的時候我們稱為有責性 那我有跟你們講過說大概在民國80年左右 1991年左右 我們慢慢的改變我們的稱呼 把有責性稱為罪責階層 這個罪責階層我上個禮拜有在黑板上跟你寫喔 它的責任的德文字就是那個should那個字 有責性階層到了03田這裡 它把它用罪責階層的用語來表述 所以我們幾乎現在這兩個用語是混用、混著用 那這個階層要審查什麼東西 我們的有責性階層是第三階 第一階跟第二階我剛剛有跟各位講 我們審的叫做不法 第三階我們審的叫做責任 同時我還要再用不同的區隔告訴你 第一階跟第二階審的是客觀的行為面 第三階我們審查的叫做主觀的行為人 我今天做一個錯事的人 我到底要不要他來負責喔 所以我們也可以說第一階第二階審查的叫做行為 第三階審查的就是這個人 那我要審這個人的什麼事情呢 我們有責性階層 首先就是要看你有沒有責任能力 或是我們簡稱你有沒有罪責能力 罪責能力目前我們在刑法用18條跟19條 兩個條文一個是出於對年齡的鑑定 一個是出於對精神狀態的界定 我們來說你有或沒有 那我們在刑法第16條其實也有一個 不知道自己行為竟然是違法的 這種不法意識的審查 這個不法意識的審查 它也會影響我們對這個人 要不要負責任的一個想法 因為你要為他 你要他為他自己的犯罪行為負責 我們整個法律規範強到一個重點 就是你知道你自己是錯的 你在做這件錯事 犯罪是你還要做 罪責他要處罰的是一個 我們未來會常常講的一句話 就是一個與法規範敵對的人 他出於與法規範敵對的心態 而去做一個違反法規範的行為 所以我們說的不法意識 或是說不法意識 指的是你知道自己行為是錯的 明知故犯這種概念 但是明知故犯只限明知 但我們刑法上的這個主觀 不是只有處罰明知 我們的故意犯幾乎都要處罰 就是你知道自己是錯的 你還要犯知 就是知道自己錯的 而由犯知的這種心態 這種心態就是你 就是我們合法公民的對立面 你知道自己行為是錯的 你還要做我們在罪責審的就是這件事情 所以當有一種人他會告訴你說 我不知道我這樣的行為是錯的 我做這樣子哪裡錯 我們會突然覺得說 這個人他是不是其實沒有跟法規範敵對的意思 他是不是這樣做真的不知道自己是錯的 那當然有時候很多人會騙我們 所以我們會看客觀情境 會看你的行為人的年齡 會看你的教育、知識程度等等 那有些人跟你說他不知道這樣做是錯的 是他直接對法規範的不理解、不認識 像比如說他不知道在台灣以前 我都會舉這個例子 現在已經不能舉了 通姦行為竟然是犯罪行為 很多人來台灣通姦說 蛤?台灣還有通姦罪的懲罰呀 老外來到台灣說 喔!原來有朋友之人 不可以與別人為性交行為 奸淫行為 這個既然是犯罪 來到台灣不知道 外國人常跟我們講治癒話 還有外國人來到台灣說 蛤?在台灣吸大麻原來是犯罪行為呀 這個我們也常常聽到 所以我們遇到說 欸!不知道在台灣吸大麻是違法的 你也遇到當事人這樣跟你變了 那我們也遇到原住民說 蛤?原來在山上把 我眼鏡看到的這個山蘇葉子 採回家吃是竊盜生靈賦產品罪 喔!那他還帶鐮刀去刮 因為見損也是要用刮的嘛 那個我們採那個愛玉子 野生愛玉子摘下來也要帶一把鐮刀嘛 大部分都會變成加重切到罪 因為你攜帶凶器而犯直 那有些人可能說 我不知道啊 那你要信還是不要信 這個時候我們要審查刑法16條 刑法16條有一定的審查方式啦 不知法律並不因此而面除刑責 或是認為自己是對的 我就不處罰你錯 我們在16條裡面有說 這個錯誤是可避免還是不可避免 你稍加查證 Google一下就知道在台灣通姦罪 我現在是已經廢了啦 以前是還沒廢 Google一下就知道不行 Google就知道台灣吸大麻不行 這麼簡單的查證義務 你應該要查一下吧 每個人背後都有很多原因 不得不的原因 但是我們的法律刑法尤其是這樣 每個人都要把你所有的不得不的原因 盡可能的壓抑做出合乎法律規範的行為 否則我們法律規範規範在那邊 你打破它你違反它我不處罰你 這個法律規範叫做聚文 不會有任何人去遵守它的 好所以這個是我們16條要審查的東西 好那我們再來講一下犯罪階層體系的優點 其實這個犯罪階層體系的優點 我自己在念大學的時候是懵懵懂懂 反正就是被三階層啦 我自己長大之後才發現說 欸其實這種三階的訓練 它真的就是有條有理 有體系階層化 德國人就是這樣 非常的有條理有體系階層化 一層一層的去思考 不會瓜一肉腕 不會混在一起想 今天一個爭議點 它是呈現出在構成要件階層的問題 還是違法性的問題 還是罪責性的問題 你會比一般人更有辦法區變 因為你內心已經把某些東西自動歸類 就好像歸黨一樣 我們自動歸黨 所以犯罪階層化體系 我覺得就是典型的德國人的想法啦 德國人的訓練模式 像我們在台灣很多法律教授 我們幾乎二分之以上教授德國 去德國留學回來 我們幾乎腦袋瓜 像我大學我就上王哲敬的課 就是樹枝圖 它每一次一上課就在黑板上畫樹枝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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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 然後我想說這橫的樹枝圖 這樣長出來 目的行為什麼 然後這樣這樣畫 我以前只覺得說好有條理 但是我其實沒有想過它其實是一種邏輯訓練 當我自己在念樹的時候 我也自我要求的去將某一些 我現在眼睛看到的一堆文字 做類型化的區分 這種訓練其實是德國人他們的典型的訓練方式 所以這樣的一種訓練 就是我說我們法律系念完 為什麼邏輯思考會比一般人強 因為我們自己恐怕未來念書 也會自我要求說我要把 你眼睛看到的文章也好 題目也好做一些數字化的管理 數字就是階層化 不是階層化就是那種題系圖 題系圖 像比如說我以前寫考卷 我現在已經很久不用寫考卷了啦 我以前寫考卷的話 我會自己寫假 然後開出三個罪 我在考卷旁邊的空白處 或是考卷如果今天允許帶計算子給我 我就會在計算子上寫 如果不是的話我就在考卷的空白處 我會把題目看好 然後確定已 然後當然畫成這樣也可以 雞爪型這樣也可以 看你覺得哪一種漂亮 那我嫌反我都會這樣 然後Bing這樣子 然後假設我們今天考三個被告 三個人的行為 我通常會先想說假設他有恐嚇罪 我就先寫 我會在我的計算子上面這樣子先寫 要想過才寫啊 想過才寫啊 想過才寫 強制罪 可能 但是我自己會在旁邊 我寫考卷我一定看完我才做啊 我會註記是有或沒有 如果是有或沒有他們兩個是真點 可能是現在還是未來的惡害 他是未來的惡害 那我會邊想邊想說這是現在的惡害 那這個惡害兩個差別都是他都會是惡害告知 然後我最後會做一個抉擇 到底他是強制罪還是恐嚇罪 305還是304 我自己會做個抉擇 那假設這個還涉及比如說竊盜 那他可能多犯一個竊盜罪 亂寫的啦 我現在亂寫的 竊盜罪 然後我會注記這個是有這個有這個沒有 然後我自己考的時候我自己寫 我注記完以後我開始寫 我不會漏掉 再來其實就像我們階層 算是階層體系訓練的 你構成要件那一層還是哪一層 那假設今天是竊盜罪 你會發現他有問題的是違法性的階層 你違法性的階層你趕快想一下 到底違法性階層是哪個階層出現問題 比如說他有可能是正當防衛 你提示自己 你考試的時候把這些都提示 你就不會掛意漏彎 因為你一拿到考訓就開始寫很慌 你就只寫個假意跟炳是甚麼來不及想 會很緊張 所以你最好連乙是炳啊 炳是犯甚麼罪 你都先一併想好簡單的寫 不用花太多時間但是提醒自己 但如果我們在考試的時候 我會有另外一個圖 另外一個圖他們之間的關係 像我們在出題我會說假殺乙 假跟乙是好友 某日兩人因為之前的金錢糾紛 所以假拿起刀殺了乙的肚子 那我一定會寫假殺乙 殺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人都會寫到最後變成一殺假 我們的壞人是假 常常有人寫答案都先從乙 乙犯甚麼罪 乙死掉了耶 他不能犯罪耶 他死人了 所以你會出現這種問題就是假 還是你搞不清楚啊 考試這種錯誤你不能犯 像假殺了乙 然後乙沒有死 在地上哀 我們下舉行考了一個中 假可能會考個中指犯吧 好啊 炳 路人炳經過去救他 好 路人炳經過去救他 然後假殺完人之後心生懊悔 也想去救他 結果開車到乙處 欸發現已經被你救走了 好那我們這裡面就會有假書寫 那你就知道假是誰 乙是誰 炳是誰 你自己搞清楚啊 所以我每次 你看自己一個圖 你就知道誰殺誰 是因為我出題 我都不喜歡用反 反著考 但是很多老師出題 他考出題 不是跟我不一樣 他不是假殺儀 他說已遭假殺害 請問已遭假殺害是誰殺誰 還是假殺儀 但是他的表述方式 全倒過來表述 已遭假殺害 然後假 因此跑路 這樣子 那我們有可能是正面表述 有可能是這樣反面表述 然後 這個 已遭假殺害 然後假跑路 然後叫炳 來幫他出面跟警方投案 好這個時候你就要搞清楚啊 炳是幹嘛的 已遭假殺害 炳呢 是出面投案之人 你這樣子的話 然後你才有辦法知道你說你假儀秉是誰 我為了怕學生搞不清楚假儀秉是誰 我後來常常有時候啊 人太多了 我們就會假殺A 好 所有的被害人都用ABCD表示 所以我們 未來出實力題 我會要你把這些東西做歸納 然後把自己心中有一個體系圖 它這個訓練都是來自於這種階層化訓練 階層化思考 它其實訓練我們的邏輯性 推理 這個恐怕也沒有什麼推理 但是我們的這個階層化 它其實也有推理 一層一層你不能跳躍 所以我時候看學生想說 你好帶瓜很跳躍 怎麼從第一層階 給我跳到第三階 可以 你如果真的要跳的話 你說違法性 因為沒東西神 可以跳到第三階 那沒有問題 那有時候 不一定是這個問題 有時候是別的 好那像 像有時候我們在 未來啦 共犯 就會特別讓我們有一種跳躍感 就是假交說已殺人好了 假交說已殺丙 假設是這樣 假初前重金禮聘殺手已 去殺丙 好 結果 已走去殺丙的時候 赫然發現丙是自己小學同學 竟然三十年沒見長成這樣 愣頭愣腦 假竟然叫我殺你 他就殺不下去 殺不下去以後 他就假設好 心中知道說我為了要賺這100萬 我還是殺 但是我只殺到未遂就好 我就畫畫他手背這樣砍下去 做做樣子 然後砍了丙手背 然後跟丙說你快跑 但是我現在要砍你一刀 讓你受傷 然後他果真就砍了一手背一刀 然後丙就落跑躲起來 然後乙就跑去跟假負命 喔我已經殺了 但可能人沒死 但是你還是要預約給我錢啊 然後假就說好啊 那殺一個人100萬 沒殺死50萬 給你50萬 那乙就拿了錢走 好那我現在問你問題 請問假跟乙各犯何罪 請問乙犯什麼罪 他出於殺乙 要去殺人 結果突然看到自己小學同學 化殺為傷害 乙一刀手被砍下去 也是有流血的啊 然後也把柄砍到傷害 所以乙其實是傷害喔 因為他在左手那一剎那 他其實已經沒有殺乙了 這個時候我為什麼要先問你說 乙是什麼呢 因為假是有一個 從屬性的概念 教說犯未來 我們像瑜伽教授 他從屬於正犯而存在 正犯犯什麼罪 教說犯才會犯什麼罪 所以你不可以一開始跟我講 假犯什麼罪 因為你都不知道乙犯什麼罪 你怎麼知道假犯什麼罪呢 這就是我們說寫考中有邏輯性的感覺 你一開始跟我說假犯這個罪 我說很奇怪耶 假的罪是從屬於乙 那乙換什麼罪你都不知道 那你怎麼可以先寫假 你怎麼寫得出來呢 這個就是我們念法律念到最後 我會要求你有一些邏輯思考在裡頭 當然我們刑法是這樣 每一科都有這個邏輯思考的 這一種要求在裡頭 所以階層體系 體系化解釋 它其實也是訓練我們邏輯思考 我不要你跳躍 如果你先寫假 我就覺得你一定是在跳躍 這個就是我們在講 階層性思考的優點 然後壞處當然是有啦 就是比較降氣啊 就是我們被人家有時候覺得很中行事 不中食指或是非常的僵化 一層一層的去思考 這個層次沒有的東西你就不會想了 像我們之前的太陽花運動就是這樣 太陽花運動學生去頂衝撞行政院 其實那就是一個違法的示威遊行啊 然後我們就起訴學生 起訴學生衝撞行政院 這個是侵入住宅罪 我們按照我們刑法的訓練 連阻缺違法事由都沒有 你就是要給它辦下去喔 但是我們這種僵化的思考 要不要把一些憲法精神放進去 因為當時很多幫忙義務辯護的律師 他們主張憲法讓我擁有市民不服從權 我對於國家的一些政策 我要表達不服的方式 我可以用這個方式來表達 那這個市民不服從權在我們刑法裡面 我們就有點 這要放到哪個階層去考慮啊 這個是從一開始構成要進去 但是市民不服從 所以你連這個侵入住宅罪 強制罪去撞警察 大警察都不成立 還是你要到第二階層違法性 我們可以出於憲法精神而主卻違法 我們那就沒完沒了 出於憲法精神而主卻違法 我們刑法就破功了 因為每個人心中想的憲法精神不太一樣 所以這個 但是我們刑法的想法是說 你要按照階級邏輯來給我思考啊 但是我們邏輯思考裡面中 沒有憲法這一個層次喔 所以我們要把憲法精神放到哪裡去 當然我們現在很多事情都會解說 罪行相當原則放到比例原則去 那我們在罪跟法之間 做罪則原則的這個審查 但是有一些像我們第一次遇到的 那個太陽花的市民不服從 就真不知道往哪裡放了 那這個很多人就放到第二階 主卻違法室友裡頭 你只要創設一個超法的主卻違法室友 讓他有辦法以這個理由來 主卻違法性 這就會因為我們階層體系 讓我們有一點不知道該怎麼樣去解釋 階層體系中沒有的東西 但也不是說完全不能解釋 其實我們還是可以讓它繼續發展下去 我們很多刑法教科書 對於這一個古典犯罪裡面 新古典道這個目的行為論 其實非常多論述 那有一些想看的人你可以去看 像比如說周漾儀老師的課 他其實這邊會帶很多 周漾儀老師他是學康德出身的 康德 但是老實講你們行有餘力 如果有機會想要認識一些哲學家 跟我們行發有關的就是康德黑格 我是覺得推薦大家稍微去看一下 然後講到責任的部分 尼采大家真的可以看一下 因為尼采是我們在講第三階裡 裡面那一種道德系譜學裡面 講到那個你跟我們那種罪責有關的一些東西 或是李茂斯很愛講的那個阿甘本 那個也是跟罪責有關第三階有關 好像這一些東西 它都會是我們刑法的基礎理論 但是我們不會帶很多 好我先講一下我們的三階理論的原始是 我們把它簡單的稱為叫古典犯罪理論 古典犯罪理論也是我們奠定 今天你看到的三階層體系的人頭 我們為什麼會有這三階層體系 在古典犯罪理論 它就會把行為跟人做切割 所以在19世紀的時候反舉客觀 講客觀這個字我們講的都是行為 講主觀這個字我們講的都是人 而我們的犯罪審查 一開始先審查客觀的行為 其次客觀的行為是存在 而且它被認定是符合犯罪構成要件 該當性解具違法性的時候 我們接下來要審查的是主觀 主觀的這個人 但是在這個犯罪構成要件跟違法性的這個層次 一開始三階理論它就拆解為二 它就拆解為第一階叫做犯罪構成要件階層 第二階叫違法性階層 然後第三階我們才審查行為人主觀想法 而古典理論的罪責審查 它是將故意跟過失放在第三階 故意跟過失我們未來會跟各位講 尤其是主觀的故意構成要件故意 我們今天因為新古典根 我們其實後面採的叫做新古典根 這個社會行為論的綜合體 會將構成要件故意放到第一階來 但是原始的三階理論現在喔 在日本刑法它還是這樣子採 所以有時候我跟這個 我們院裡面的李茂生或是謝玉偉 講刑法階層論的時候 我常常都要小心怕被他們誤導 因為他們在第一階是不審查 構成要件故意的喔 他們到第三階才會審查 才會審查故意 它跟我們今天的德國法跟台灣法不一樣 因為日本他們派人去德國學刑法的年代是19世紀末 所以他們就奠定下來 所以日本法到現在還是古典犯罪理論 那這個古典犯罪理論它有一個特色 是我們現在還是原用的 就是具構成要件該當性 就推定它具有違法性 如果你要認為它沒有 你要反面推翻它 所以它的審查方式就是先推定有 然後再反面推翻 如果你沒有找到反面可以推翻它的理由 欠缺主缺違法事由的話 你就不能推翻它 它就會變成有 古典犯罪理論 在這樣子的一個架構之下 它其實有一個特色喔 它有一個特色就是 它在違法性階層的審查 是全有全無的 對不對 具構成要件該當性 你就推定有違法性 你到了第二階 有主缺違法事由 就反面推翻變成沒有 所以它對於違法或不法行為的 不法性的認知 它是全有全無 有或沒有 這個想法是有問題的 為什麼呢 因為一個人的行為 是不是具有不法性 不是只有全有全無 其實我們常常會對於某一些 不對的行為 但是違法性極為輕微的行為 我們內心會感覺到非常的confused 比如說今天一樣是竊道 你把別人的筆電拿走 我會覺得這是竊道罪 但是如果今天是一個瘦破爛的人 看到別人的門口 他又擺了幾個空瓶子 他可能覺得一個空瓶子 可以賣一塊錢兩塊錢 他就收了 結果這個主人一出來說 拜託空瓶子 我等一下要給他改變成 種花的這一個瓶子 好不容易收集幾個大的寶特瓶子 怎麼就不見了 他就要求里長 掉監視錄影帶 才發現說 怎麼會這麼把我的空瓶子帶走 他就要求要用竊道罪辦他 那這個竊賊他就沒有主協違法事由可以用 那他的行為不就是符合竊道罪構成要件嗎 這個時候你內心就會說 那他違法性不能推翻 所以他是有了 所以這個行為他就要用竊道罪來辦 那你那個時候心裡又會怪怪的 原來違法性是權有權無 他沒有辦法實質的去正面去審查他的輕跟重 權有權無的這個審查方式 就是古典犯罪理論給我們的一個想法 那古典犯罪理論 他的這種權有權無的想法 其實我們到心古典就推翻他 因為我們認為一個行為的違法性 不是只有權有或權無 還有可能是一種光圖的存在 有但是很微弱 或是有但是很強烈 所以我常常跟大家來講說 一個行為具有不法性 你還是要去把它變成那個 周星馳的九品芝麻關 九品芝麻關不法性有分 大餓中餓小餓 不是大辣中辣小辣 不是現在十二點到肚子很餓 餓害的餓 大壞中壞小壞這樣行嗎 大壞壞人中的壞 大壞裡面你還要分大大壞 大中壞大小壞 中壞你們還要分中大壞 中中壞中小壞 小壞裡面還有說小壞中的小大壞 小中壞小小壞 所以我們常常都在做這些界定 為什麼要這樣界定呢 比如說我們會說殺人這個行為是很不法的 因為生命法還是我們極度重視的 所以我會把界定殺人罪 魯人勒索 或是強制性交殺人 這個界定為大壞 最大惡極的行為 但是最大惡極的行為中 做這件事情的人 他也可以分大壞 大大壞中的大大壞 大中壞大小壞 所以你不是說一沾染到魯人勒索 就全部都是壞人 不是這樣 我們在非常有名的白冰冰的女兒白小燕 被陳靜欣魯人勒索剁手指 把手指寄給白冰冰恐嚇 然後我們最近有一個統失命案也是這樣 就是有一個在監獄關過出來的假示犯 他又被發現殺了兩個人 其實我已經很久沒有看到 我們台灣的殺人罪這麼嚴重 當然我們的馬來西亞同學 就說在馬來西亞因為有死刑 所以我們在台灣的馬來西亞外籍身 結果被殺害的那個案件 在馬來西亞引發非常的激動 就說在台灣還有殺人罪是因為台灣沒有死刑 這個就不是全世界都有殺人罪 沒有死刑的國家有死刑的國家都有殺人罪 不是說刑法比較嚴厲所以他就沒有那個犯罪 但是我們殺人罪也是有分大壞 大就是大壞中壞小壞啦 所以這個我要跟各位講的是說 違法性它是有 我們用那個德文講是有成生啊 我說有成生喔 成生是爬樓梯的概念 成生這樣子 這樣子的概念 總之是有steigerung這樣爬上去的概念 不法性它就是由小到大 到大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它不是全有全無的概念 其實古典犯罪理論它在邏輯上面的一個預設 是被批評的 那它為什麼要預設成這樣 而且它為什麼要稱為它是一個犯罪構成要件 而且在古典犯罪理論的年代 它希望刑法條文就如同自然科學一樣 是具有中性 無色 無味 無價值 的東西 因為那個年代追求的是科學實證 科學實證在人文的這個世界裡面 要怎麼樣子讓我們人文的東西 看起來是像自然科學般有中性的概念 中性的意思就是沒有價值判斷在裡面的 所以其實我還記得我有一個學生在美國念書 他有一天突然賴我一個問題 他就說老師為什麼 這個都是已經研究生在念博士 他突然賴我一個問題說 老師為什麼犯罪構成要件要分 規範式構成要件跟描述型構成要件 他突然在熊熊30幾歲的時候問我這個問題 他說他為什麼我們犯罪構成要件 我在教科書上面有一段說 構成要件中有分描述性構成要件 規範性構成要件 其實這就是兩個犯罪理論 他最後衝突下折衝的結果 因為在古典犯罪理論之下 他認為所有的犯罪構成要件 都是中性無價值判斷的 只能描述不能隱含添加價值在裡面的 所以他要求所有構成要件的寫法 都要是一種描述性構成要件 遺忘己知比如說人 比如說物 比如說竊取他人之物 比如說殺人 他都覺得這些都要是一個描述性的 你不可以把價值判斷放進去 把價值判斷放進去的話 你在第一階判斷的話 就加進了人為的想法 所以當時的古典犯罪理論 他的想法就是來事就是不是就不是 你不要再解釋了 那這個想法其實跟我們法律的性格 是不一不一致的 所以才會有新古典要去推翻它 說法律怎麼可以跟價值分離呢? 我們是人文科學 我們不是自然科學 那你說法律要怎麼樣能做到 跟自然科學一樣嚴謹 我們也希望我們嚴謹 那我們有我們自己的邏輯結構 我們對我們的文藝語意要求 非常的精準跟精確 但是不代表我們不能在我們的文藝裡面 加進價值判斷 所以這一個想法它也被指出說 法律條文不能沒有價值判斷 甚至也被批評說 很多法律條文都有價值判斷在裡面啊 比如說從古道經炒一百年的一句話 叫做猥褻 何謂猥褻 這個在德國也炒翻天 在台灣也炒翻天 德國後來他們修法 就將猥褻這個字給刪掉 它都整體稱為性行為 那我們在台灣的話我們還是將 與性意含 帶有性意含相關的行為分兩類 一類叫性交 一類叫猥褻 然後我們有辦法在刑法種子 將性交做定義 但是猥褻的定義到現在還是炒翻天 為什麼呢? 像這一次我說我明天要去婦女薪資 他們定的草案 他們修的草案 就建議將猥褻行為給他刪掉 說刑法上反舉出現猥褻的行為 這個字也通通刪掉 他把所有的猥褻都稱為性接觸行為 他說性接觸行為 其實我說啊 我後來有寫一個文字稿 不知道那個文字稿 未來會不會在哪個地方被印出來 那個文字稿裡面我說 我對於性接觸這個行為 這個字眼的使用方式 就我們現在假設我們大家都理髮者 我現在不想要用猥褻這兩個字了 我現在要改成另外一個字來代替 各位同學你給我一個字 所以我們唸行法唸到最後 全部都是在想像 用什麼字也比較好 然後婦女薪資他們的版本是用性接觸 他的好處是什麼呢? 好處是他就一定要身體的接觸 那這個性接觸這個用語 他可以秉出一個 現在我們在刑法上面的爭議 沒有身體碰觸的 與性亦涵有關的行為 可不可以當作是偽系行為來辦 比如說我現在 我們台灣以前有個白襪之狼 他呢會用刀子指的被害人 然後要被害人脫掉鞋子 戴上他帶來的白襪子 穿著然後他對著白襪自衛到射精為止 他不碰你 但是他就是覺得他看到你穿白襪的腳踝 他特興奮 就每一個人他的那個性高潮的理由跟原因不一樣 那他沒有要你碰觸他 他只要你穿上他的白襪 然後他要對著你自衛 他要你看著他 而且他要你給他看你的腳跟腳踝 這個時候可不可以用強制猥褻的罪來論呢? 因為如果你是用性接觸就不能喔 這個我們在過去只用強制罪來處罰 我用刑法304條強制罪處罰 因為我們要求在很長一段時間 刑法的法院判決也是要求要有碰觸 才可以成立強制猥褻 但是我們這近五年來喔 我看到法院的判決慢慢鬆動喔 慢慢鬆動就是有一些法官 他說猥褻這兩個字 他沒有在文藝裡面講一定要有身體碰觸性 那你是用什麼東西來拘束我說 欸我不能判到強制猥褻 這我們現在就有爭議 因為你到底要選擇條件就不一樣了 221條強制性交罪還是304條強制罪 這不一樣喔 所以猥褻這個就帶有價值判斷 甚至我們會有因為不同的價值取捨 跟各擁護的價值而產生衝突矛盾 這個其實是一開始古典犯罪理論 他不想要看到的 他希望第一階我們就用描述一清二楚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那個婦女心之想 把我們猥褻兩個字改成性接觸 他的用意其實就很像我們在立法的時候 希望能用人民能看得懂 立馬可以接收 可以預期自己行為是 觸犯這個罪的一種文藝方式來表現我們的條文 好但是呢 他被批評的地方 就是如果你第一階的構成要件 是中性無色彩無價值判斷的 那為什麼你的論述可以得出一個具有價值判斷的結果 什麼叫具有價值判斷的結果 這是理論上矛盾喔 因為按照古典犯罪理論他就說 具構成要件該當性之行為推定為具有違法性 請問這個違法性是從哪裡冒出來的 違法性就是一種價值判斷 所以你在一群中性無色彩無價值判斷的結構中 認為具該當了之後 卻可以導引出一個具有價值判斷的違法性結論 這不是理論上的矛盾嗎? 就好像你從一堆鐵裡面通通都該當 然後得出來這是一堆泥土 這是什麼鬼啊? 這就是古典犯罪理論被人家批評的地方 你為什麼有辦法設計第一階 全部是價值中心 到底卻跟我說好推論有違法性 所以代表你心中也對於第一階構成要件描述的行為 一定是具有不法性這件事情你是認同的嘛 所以你的第一階不可能是一個無色無味價值中一個東西 所以大家才反對說你不要再叫自己犯罪構成要件 你就是不法構成要件 你不要跟我說你這是一堆鐵然後最後變成泥土 你是泥鐵推出來就要是鐵 不可以給我變成別的東西 所以我們在這樣子的批評之下 其實很多批評啊 那古典犯罪理論它除了它的階層結構是三階還在 它其實裡面每一個細項都被批評很多 新古典犯罪理論 受到新康德學派價值哲學 就是它認為構成要件不是一個棕色無味無色彩的東西 它是有價值判斷在裡面的東西 而且我們在法律上講的齁 指的不法行為本身就是一種價值判斷 所以你不能把人文社會科學裡面的價值判斷通通抽離 然後說我要學自然科學 我要將自然科學的那一套做法 原封不動搬來我們人設領域 我們今天走到現在 我們都知道人設領域有它的獨特性 它的一堆有的沒有的理念跟價值跟堅實 那這種現實在自然科學當然也是有 古典犯罪理論它的這一些要求 什麼構成要件是一個客觀的 行為是客觀的 價值中立的 無色無味的 這一些都在新古典學派裡面受到批判 它批判我剛剛講的說 你在一群無色無味的要件裡面 你怎麼可以得出具有違法性的東西 所以在新古典犯罪理論之下 我們才將構成要件這句話 改成不法構成要件 而且也認為說描述性構成要件之外 也存在著規範性構成要件 這種規範性構成要件 你或許第一眼看它看不懂 但是經過解釋跟價值判斷你會了解 像我剛剛說殺人 人這也是描述性構成要件 你可能知道這是個人 但是我剛剛跟你講的猥褻的 它就是一個典型的規範性構成要件 何謂猥褻 我不解釋你但聽不懂 我們現在的實物見解釋是說 客觀上引發性欲 主觀上滿足性欲之行為 就是因為這一個實物解釋 我們在學說上有另外一番爭吵 爭吵在於如果我今天對於你的性器官 做的性侵入行為 我不是出於引發性欲 而是出於報復呢 比如說我今天是拿義物 穿刺你的下體肛門或陰道 目的只是為了出於報復 女對女尤其是這樣 我們年輕的女孩子彼此當大姐頭 我們實物上非常多案件就是這樣 就是二十歲上下以後 我每次都這樣講 我不要再開支票 然後我過去上過犯罪學 尤其是少年犯罪 常常會有提到各種少年犯罪的理論 大概在二十歲上下 就是青少年這一段 他們的一個價值觀 每次文化理論就是說 他們是一種同儕認同 而且他們什麼樣犯罪形態都會玩 打啦殺啊偷啦搶啊都OK 因為他的價值觀不在於 我今天違反的這個是什麼 侵害生命的 侵害自由的侵害財產不是 他可能是同儕的壓力或同儕的要求 讓他想要在同儕之間展現 所以我們有時候看到說 有女性對女性的性侵害的行為 比如說我拿酒瓶塞到對方 另外一個女的引導臉頭去 他不是出於滿足性侶 他出於報復 所以我們在很長一段時間 像我就以前大學 剛來教我們那個性侵害性交行為 通過前後 我們那是九十五年修的法 在九十五年之前 至少我聽到很多流日的教授都認為說 哪九瓶要插入女性的這個陰道 是成立傷害罪 而不是成立強制性侵害罪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想法的落差 是因為我們誘陷於一個想法 就是性侵害一定要出於 引發性欲或滿足性欲的 這樣的一個主觀念頭 你如果不是出於這個傳言 出於報復的話說那只是傷害 是你今天是傷害他的身體外表 還是傷害他的自然開口 那我們現在定義性交之後 就不再有這個爭議了 我管你出於什麼目的 你只要非出於正當目的 你拿九瓶性侵 印查人家的肛門或是印道 你就是性侵入行為 不要再跟我說這個有沒有引發性欲 我管你 這個就杜絕爭議了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爭議所在 其實真的就是價值的描述 它會引發假說以說 肯定說 否定說 這是真的 好 所以其實在新古典犯罪理論裡面 它容許的這種規範性構成要件要素 它允許了價值判斷 但是它的好處是它有一個 可以解釋的彈性空間 但是它的壞處有可能引發假說以說 各說各話沒有辦法統一見解的一個問題 但我是寧可希望有規範性構成要件要素的存在 因為我覺得純粹的描述性 不可能真實的存在 我剛剛跟妳講是殺人者 處死刑 人是描述性構成要件要素 但是如果你是醫學系的人 你恐怕又不會贊同這件事情 因為我在我們醫學界醫療法裡面 我們單單認為人死了沒 它到底是人還是屍體 這件事情我們就炒翻天了 就炒翻天 到底你是三尊後 然後你的心跳呼吸沒了 才叫死亡 還是你腦飯死了 但是你心跳呼吸都還在 就叫死亡 我們採腦死說 還是採心肺呼吸說 這就又有爭議了 所以你要說那是個純粹的描述嗎 我覺得不見得 好 那我們再來看心古典理論 對於我們犯罪階層的影響 它的影響是什麼 它其實不改變5.3階層理論的架構 具有構成要件 該當性就推定 表征具有違法性 這個架構它不變 第二個層次 由主卻違法事由 就足以反面推翻違法性 這個架構它也不變 但是我們在心古典理論 增加了一個審查 如果沒有構成 主卻違法事由 足以推翻違法性 我們還可以進一步 以正面的方式去審查 它有沒有實質違法性 所以實質違法性的觀念 是從心古典犯罪委員出來的 那何謂實質違法性 其實很多學者講的 都非常的虛無緹緣 我即便說 這個有人稱為 叫做欠缺社會所害性 它都還是虛無緹緣 比如說我剛剛舉的 受破爛的人 將門口兩個空保德平帶走 假設這不是我要丟棄的物品 它依然是我的財產 你把我為不足道的財產帶走 未經我的同意 一樣是竊盜罪的 構成要件該當性 我們接下來就會說 那還是一樣表征推定 具有違法性 那接下來這一個受破爛的人 他沒有阻缺違法事由存在 他就會成立切到罪 到此為止是古典犯罪理論的審查方式 那我們現在加入了新古典 他就會說好沒有 主卻違法事由 未來我們還會再講一遍 我現在先講一遍 那我接著要審查這個行為具不具有 實質違法性 有沒有實質違法性 我們後面會跟各位講 在日本它發展出一個 其實影響我們台灣也影響日本 其實滿大的一個原則 叫做是否具有可罰違法性的審查方式 也就是說我要看看這個偷保特評的行為 他可不可以具有實質違法性 然後我要處罰他 可罰違法性 那達到可罰程度的違法性 那怎麼去審查達到去可罰程度的違法性呢? 那我們會從兩個點去看 那一就是你侵害的法意是不是輕微還是重大 財產法意已經是我們所有人 這個個人法意中的最低階 然後這就兩個空保特評 什麼就是侵害財產法意真是太輕微了 一 侵害法意的輕微 二 犯罪太陽的輕微 把你的空保特定帶走 他誤以為這個是不要的帶走 犯罪行為也輕微 這個時候我們會用輕微 來當作他欠缺可罰違法性的理由 然後我們會說他欠缺實質違法性 然後在第二階給他結束掉 當然到底要在第二階結束掉 還是在第一階就給他結束掉 也有人覺得說審查 就第一階把他結束掉 不要進入第二階審查了 這個實質違法性的理論 他基本上是解決第二階的東西 但是要在哪一階層審查 他就有一發爭議 不過你在第一階審查 或在第二階審查 你只要有審查 我們如果當作是考試 或是當作寫配合 我們都認為說你有照顧到的 你都會對 所以不用那個堅持要在哪一階的審查 為什麼說不用堅持 其實這個新古典理論 他也不堅持要在哪一階的審查 你只要有審查到正面的違法性職業 我就夠了 好這個是新古典理論 所以我們新古典理論 我們來做一個總結 總結就是他認為不法是具有程度 不同程度差別 就是我剛剛講的這個成生性 就是有大中小的那種概念 不是權有權無的概念 那再來在第二階主卻違法事由 除了法定主卻違法事由之外 他還可以允許從實質違法性的觀點 承認超法規的主卻違法事由 什麼叫做超法規 超越法律而存在 法沒有明文規定 但是我們認為他還是可以拿來當主卻違法事由 這個在我們未來教正當防衛緊急避難 依法令之行為 我們的第九章 講到主卻違法事由的時候 我們最後一項就會講說 喔那還有一個叫做超法規主卻違法事由 好 法無明文規定 但是我們認為這樣的要件的存在 他依然可以主卻違法 最典型的就是得被害人之承諾 好那再來新古典犯罪理論最大的影響就是 他認為犯罪構成要件的功能 不是一種中立性的描述工具 所以他們反對稱犯罪構成要件 而希望將第一階層改成不法構成要件 所以你有時候會看到說 我們的用語寫不法構成要件或寫犯罪構成要件 它到底是從何而來 其實兩個都對 就看你用第一階是講犯罪構成要件 用古典理論是用犯罪構成要件 用新古典是用稱為不法構成要件 這個我都無所謂 你隨便混用 其實我都看得懂 好那我們接著來介紹一個目的犯罪理論 這個目的犯罪理論的源頭 可以追溯我們一個 德國一個刑法學者叫做Weitzer 我們把它翻譯成魏才爾 這個它影響整個犯罪階層理論非常大 我們中文翻譯魏才爾 它的目的犯罪理論讓我們的主觀 至少是主觀構成要件的故意 就會從第一 原本是第三階跑到第一階 變成第一階也有第三階也有 等一下我就會跟你們講 它有一個很有名的學生在德國 現在也很老了 叫做亞克伯斯 這個是以前波王大學的法律系教授 然後亞克伯斯他也是法則學大使 他是先學黑格加刑法 然後他的後來的時代是學魯曼的系統論 所以他帶給我們看到的刑法 是非常不一樣的刑法 黃金老師是亞克伯斯的學生 但是他也是發展出他很多有的沒有啊 他是目的行為論 他完全的不是規範論 但是亞克伯斯變成規範論者 黃金老師玩兩階段兩階層理論 所以都沒有師承了 完全都沒有 就是你是你 我是我 但是我們他就是找他指導教授 好 我們來看魏齊爾他的目的行為論 他講了什麼 他說人類行為絕對不是無目的方向 他其實從人本出發 去思考人的行為他一定有目的方向 他創的目的行為論 或是我們把它拉到跟犯罪體系相牽合 又稱為目的犯罪理論 他的用意其實只是要講一點 人不可能是無目的的存在 他的行為也不會是一個無目的方向的行為 所以我們人的行為是一個有目的方向的存在 犯罪行為一定是一個有目的方向的存在 所以他說我們要把人類的行為 先從他是一個有目的方向的存在這件事情 先確定下來 他確定下來人類行為的本質之後 他要做什麼改革呢 他要改革的是我們的犯罪階層體系中的第一階 因為不管是古典或是新古典 他給我們的印象都是他只省行為 也就客觀的行為 這就是魏采爾他不滿足的地方 他說行為你看到的客觀行為 不過都是後面有一個真實活生生的人在做的 他說行為不能切割為一種中性無畏的行為 它一定是人類的行為 而人類的行為一定是出於他的某些目的方向而為 所以他認為在第一階層的犯罪構成要件 一定要加入主觀的想法 所以他說所謂的第一階的構成要件 不是只有客觀構成要件 他還有主觀構成要件 那原來舊的古典跟新古典 他只有到第三階才審查故意 魏采爾他認為不夠 他認為一個人的行為應該在第一階 就要先去界定 所以他的階層論在構成要件層次 他又增加了客觀構成要件 及主觀構成要件 客觀構成要件就是我剛剛講的 行為人啊、行為啊 然後行為客體啊之類的 那他在主觀構成要件 他增加一個叫做故意 主觀構成要件故意 他這個主觀構成要件 故意 認為人之所以被非難的行為 在於他認知他今天要做什麼就夠了 他知道今天我拿刀把人刺一刀 人會死 這件事情就夠了 他為什麼要這樣子說呢 知與欲 故意我們後面會教 我們還會在教 認識與想要 你認識你今天做什麼事情 而且你想要它發生 這個用德文講說 你知道你vision 我知道 而且我想要volent 兩件事情 認識跟想要它發生 違法性這個階段 它沒有變 它沒有調 它其實造成最大的影響 是在罪責 尤其是 它說 到底你今天要讓他負的故意責任 是在負什麼 它其實包含了故意責任跟過失 它早期認為 罪責中 比較壞的叫故意 比較不壞的叫過失 它說no no no 不是 過失有過失的要件 所以按照魏責爾的想法 過失犯的構成要件被拉到 獨自成立 所以這整個結構 都只是故意犯的 犯罪構成要件的階層 而犯罪階層 那在故意責任這裡呢 他也要審故意 那請問罪責的故意 跟構成要件的故意 差在哪裡呢 差在這裡 我講給哥一聽 構成要件故意 是我知道我在做什麼 罪責階層的故意 是我知道我這樣子做 是法規範所不允許的犯罪行為 兩個不一樣 有沒有一種人 他知道他在做什麼 但是他覺得法規範 允許他這樣子做 他沒有與法規範抵對的意思 有可能 我們後面會介紹 你們如果先看PPT 會介紹一個南非的刀鋒戰士案 那是一個典型的 容許构成要件錯誤的問題 容許构成要件錯誤就是 我知道我今天拿槍把人射死了 我有殺人罪的构成要件故意 我知道槍子彈進他的心臟 他會死掉 我也想讓他死掉 那當鋒戰士他在家裡 以為有竊賊進入 所以他出於防衛把那個人射死 結果第一頭一看 發現射死的人是自己的同居女友 這很瞎對不對 這個同居女友 竟然是死者 他在法庭上怎麼辯護 他說 我以為是一個入侵的切賊 所以我今天知道我射死人 但是我並沒有與法規範抵對的意思 因為我以為我自己在正當防衛 我沒有與法規範對幹 如果我今天知道是同居女友 我不會殺他 所以他在故意階層 他告訴了我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故意責任 其實要歸咎的是你與法規範敵對的心態 但是今天這個道中 暫時他跟你說我沒有 這個就是一個典型的 他有構成這些故意 卻沒有故意責任的問題 沒有這個是要審查 不是完全沒有喔 沒有故意責任 有可能要審查過世責任 不是無罪喔 不要直接想到無罪去 只有這個另外 否則所有去構成要件故意的人 他基本上都會有與法規範對幹的意思 他都會有故意責任 那我們在講德國的這個理論的時候 我們在魏財爾之後 他將第一階的犯罪過程要件 分割成主觀過程要件 跟客觀過程要件 那主觀過程要件 他其實講的是故意犯 他的理論裡面喔 過世犯是另外一個價格 所以在這樣的一種想法中喔 目前我們對於三階理論 基本上故意犯三階理論是固定的 第一階過程要件 第二階有違法性第三階是罪責 但是我們往往審查完之後 發現他不是故意犯 那怎麼辦 那我們在受魏財爾影響 我們會再開一個過世犯的審查 我們還要再去說 那他會不會是個過世犯 所以過世犯他就會出現了自己的構成要件 跟違法性跟罪責的一個審查意犯 那我們主要在講三階理論喔 都是先帶故意犯 過世犯的部分喔 我們會有分兩個地方間 一個地方就是我們後面幾章會提到一個 叫主觀過程要件的故意犯 因為有一些心理狀況 你沒有辦法很明白的去了解到你審查 他主觀是故意還是不是故意 所以這個故意他有可能喔 被界定為他可能沒有 反而應該要問故事 目的行為論它的影響就是 它將第一階切割成主觀構成要件要素 跟客觀構成要件 那我們在審主觀 尤其是故意的時候 我們會說你做這個行為 你有認識 而且你也想要讓它實現 但是我們到了第三階 還會出現所謂的罪責要審查的東西 罪責其實我們要審查的故意罪責 它是一個什麼概念呢 它是一個你知道你自己做的事情 是在違反法律規範 你還要這樣做 所以我們講的是說 你與法規範有敵對的意思 你站在我們法律規範的敵對面 對立面的意思 所以第一階也叫故意 第三階也叫故意 我們擔心混淆 所以現在我們在講犯罪階層理論的時候 我們就會故意將第一階 用構成要件故意來稱呼它 第三階我們用故意責任 或是故意罪責來稱呼它 我們會用不一樣的稱呼 其實我們指涉的是不同的兩件事情 我們未來慢慢講你是可以體會到 我講為什麼說是不同的兩件事情 像在未來我們會講到一個叫做 容許構成要件錯誤 好容許構成要件錯誤 那個案例喔 那個案例喔 它就是一個典型的 拿槍槽的人射殺 他知不知道我這一槍下去 他會死掉 他知道 所以他有認識 而且他也想要發生 讓人自死的想法 所以我們在第一階殺人行為的 主觀構成要件故意中 他知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他知道而且他也想要 讓這件事情發生 所以他會有構成要件故意 知跟欲兩件事情他都有 認識與想要 知跟欲我們是構成 故意的兩大要素啦 但是他在起訴之後 他的抗辯內容是什麼 他抗辯說 我以為我射殺的是 侵入我家的侵入竊賊 這個是夜間侵入竊盜 加重竊盜 那其實一枚法喔 他們甚至對於這種 直接用射殺都說無罪 為什麼呢 他給你在第二階 具有阻缺違法是有正當防衛 正當防衛 就是他主張我今天 之所以拿槍射他的主要理由 但是正當防衛也要有防衛的形狀啊 什麼叫有防衛的形狀 就是你家來的真的是竊賊啊 你不可以任何人來你家 你都說是竊賊我射殺他 比如說今天UberEat 愛你家門鈴 你以為他是竊賊你射殺他嗎 那今天這個有人會這麼瞎嗎 你會覺得我舉這個UberEat Full Panda來你家按門鈴 然後你以為是竊賊進來 然後你射殺你很瞎 那事實上那個南非刀風戰士的案例也很瞎 因為他射死的人 是跟他一起同居的女朋友耶 喔你的家人也不過就只有他 那你半夜爬起來發現浴室有聲響 難道不會考慮那個人就是你的女友 或是你的伴侶嗎 他就主張說他夜間以為家裡有賊 所以這樣的一個主張喔 我們在客觀去檢驗 到底符不符合正當防衛要件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哪有一個危害讓你防衛啊 你想太多了吧 想太多會變成什麼 誤想防衛啊 誤想防衛就是我們刑法上面 用我們的專門用語 叫做容許構成要件錯誤 為什麼呢 因為正當防衛它是一種容許構成要件 那它發生錯誤 也就是說它根本不存在 你誤以為有 這個時候你主張正當防衛 我有辦法讓你主張嗎 當然不能啊 不是你講什麼我們法律中要聽 你可以講但是我們不一定要信 所以刀鋒戰士他就說誒我以為在防衛 那沒想到死的是我女朋友 沒想到來的不是切賊 那這個時候他這樣子抗辯有意義嗎 其實有一層意義喔 有一層意義在哪裡 他其實要抗辯的是 他開出那一槍的主觀想法 不是純粹的想要殺人 我開出去的這一槍 雖然殺了人 但是我主觀上是為了要防衛我自己的生命 所以他可以主張我以為我是對的 我以為法規範站在我這一方 我以為我可以正當防衛 但是客觀證明並不是切賊 他跟我想要殺你而殺你差別在哪裡 今天我今天假設今天是黑幫火拼 黑幫老大甲跟黃幫老大乙火拼 就黑甲跟乙火拼 然後甲就拿槍射殺 把黃幫老爸老大給射死 他這一槍射下去 跟刀鋒戰士射他女友那一槍射下去 差別在哪裡 你們想一想差別在哪裡 黑幫老大甲他這一槍射下去 他一出於殺人的意思 他第一階構成要監故意 他有殺人故意 他第二階沒有阻缺違法使用 不是正當防衛不是緊急避難 第三階我們要審查 你有沒有故意罪責 你要不要為你的行為負責 的意思是 你知不知道你這樣做是違反法規範 你還要挑戰我們的法規範 黑幫老大甲絕對是這樣 所以黑幫老大甲 你說他三階都成立故意殺人 所以他要負故意殺人的罪責 那是OK的 那刀鋒戰士他 我們回來想一想 刀鋒戰士這樣子 不太一樣喔 他也是一槍射下去 第一階構成要監故意 因為我知道我之間現在人會死 第二階沒有正當防衛緊急避難 我說沒有是因為他誤以為有 其實根本沒有 所以我們審查不能以他的主觀為主 我們要以客觀上沒有防衛形狀 你不可以防衛 到了第三階我們心中就有猶豫了 因為第三階所謂故意罪責 我們要審一個東西叫不法意志 你有沒有具有違反法律規範的想法 你有沒有這樣的一種違法性的意識 或是說你有不法的意思 你就是知道法律規範我不能殺人 我還要殺人 那刀鋒戰士我們去審查他的時候 他會說沒有喔 因為法律規範允許我防衛喔 我不是純粹出於殺人而殺人 我是出於防衛而殺人 因為我們正當防衛他 通常主觀會衝刺著兩個想法 主觀的兩個想法 一我知道我要殺人 二我覺得我在防衛 所以一個人他腦袋瓜會有兩個想法 這兩個想法中的第二個想法 我以為我在防衛這件事情 他其實告訴你了 我並非一個完全是法律無誤 想要與法規範敵對的人 我甚至以為法規範是站在我這一邊的 我以為我在做的是法規範允許我做的合法行為 所以刀鋒戰士他在變什麼 他在變說我以為我在做合法行為啊 所以這種時候我們會感到 欸 那我把你當一般殺人罪來處罰 這樣子好像不等子而等之了 不太一樣喔 所以刀鋒戰士為什麼能纏頌那麼多年 最後用過世致死來判 其實我們在台灣的話 容許過程要件錯誤也會判到過世 而不是犯判故意 為什麼 因為他在第三階的故意罪責 他有所欠缺啊 好這個你現在聽不懂沒有關係 未來我們喔 還會有一張再講一遍 我們會把各種容許過程要件錯誤的理論啊 再介紹一遍 但是我第一次提這一件事情 其實是要讓大家了解第三階的故意罪責 它是什麼東西 為什麼魏才爾他認為 構成要件故意跟故意罪責 是兩個不一樣的東西 好那以前在此之前大家都覺得 你只要有構成要件故意 你就一定去有故意罪責 但是現在我們 就會把它分成兩個不同的層次啊 去處理它 好那再來我們接著要講行為理論了 我們的犯罪階層理論 首要確定要有一個人類的行為存在 我才有辦法去審這個人類的行為 是不是一個犯罪行為 我們才會進入犯罪階層體系 像漏斗般的這樣子慢慢的省下去 那何謂行為 何謂行為這件事情 又非常多不同的說法 它也是隨著古典犯罪理論 新古典犯罪理論 到目的行為理論 而有不同的演變 但是各位謹記一個問題 我們怎麼演變 都只想將行為的範圍擴大 而不想限縮 因為我們覺得 這個東東都要進入什麼 刑法審查 我不是想要第一機就把這個行為說 喔這個不是人類行為 我們不審了 我們過去也有出考題喔 出我那個後面叫做急決行為啊 說一個人他在帶著女朋友在陽明山看夜景 車窗打開 結果突然來了虎頭峰 虎頭峰一群從車窗飛進來 然後他很緊張 他就倒車 看也沒看往後倒 就撞到後面 從比如說那一條叫做 我養得大道旁騎機車經過的騎士 他就直接倒車看也不看 就把那個機車騎士給撞倒 這種我們稱為急決行為 急決是很快速的做決定下的行為 人在極短時間下做的決定 他可以被排除說不是行為嗎 當然不行啊 所以我們其實等一下要介紹的各種行為理論 你要有一個想法 這個行為理論他最後一定會採綜合說 所有的行為可能性通通納入人類的行為來判斷 尤其像我們的不作為犯跟過失犯更是如此 不作為犯跟過失犯所謂的疏於注意義務 那個行為到底是什麼點你疏於注意義務啊 綿延到無止境 我舉例說明齁 我們那個普悠馬列車脫軌案 這裡面我們要判過失致死 像我們台南圍貫大樓倒塌案 我們也會判到說 當時蓋這一棟圍貫大樓的劍賞 它是過失致死罪 那各位有沒有想過他們的行為是在什麼時候發生 我們的審查要進入過失犯審查的行為 其實是可以綿延很長一段時間 甚至連一個具體的時間點都沒有 為什麼呢 因為不作為犯 或是過失不作為犯 它所謂的疏於注意義務 它不一定要求要有一個明確的行為 我們曾經在第一章的時候跟各位講說 我們刑法包含了作為跟不作為 不為舉動也會變犯罪 為什麼呢 因為法規範要你為舉動 所以我們的法律規範有一個當為的要求 你因為你卻不為 就這樣子 也是犯罪 所以我們等一下介紹的各種行為理論 你可以感受到我們基本上就是 把我們不足的再找另外一個漏洞補起來 不足的再找另外一個理論補這個漏洞 好 我們先來講最原始的行為論 它其實講的因果行為論 是來自於自然主義的行為理論 它也是受到自然科學所謂的實證主義的影響 對於行為的理解呢 他們主張所有的人類行為都是來自於人類 人類的那個內在意志活動的驅動 驅使你身體有某一些動作 然後行諸於外界 當然這種所謂的驅動你的身體 在殺人傷害你當然可以說 好 我就是拳打腳踢手拉身體都動 但是在大多數的犯罪行為 不是都是暴力行為 不是都是用身體去跟大家頂撞 像比如說公然侮辱 我罵你叉叉叉 請問這個是哪裡在動作 這個是嘴巴喉嚨到身帶在動作 這也是身體舉動 好 所以侮辱啦 誹謗啦 也可以被理解為說 人內在有一個意思 然後他行諸於外界的動作 這個動作你不要把它狹隘的想啊 說一定要是暴力行為不一定 好 那這個作為行為喔 只要有行諸於外界的人類 意思的活動都是行為 這件事情其實沒有問題的 有問題的是 因果行為論的行為太狹隘了 太狹隘了 他狹隘到不作為反 像我們舉例喔 今天假設有一個二職的 呃 看護工 他對於他所照顧的 這一個口不能言 不能喝 然後不能動的植物人 已經非常的厭煩 其實有時候看護工喔 照顧人久了 不要說看護工 我們自己在家裡做長照 有可能大家面臨了 爸爸媽媽爺爺奶奶都老了 然後身體不能動 需要人家在旁邊照顧啊 什麼翻身啦 拍背啦 抽彈啦 這一些照護的動作 照護久了也會疲累 疲累的話 他可能會得憂鬱症啊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講說 那些長照的人 他為什麼到最後自己撐不下去的話 會先把他照顧的人殺死 或是說我們曾經一個 非常有名在我小時候 發生的一個王曉明 他是當時的北一女的 一隊隊長喔 長得又高又美喔 但是卻被車子撞了 變成植物人喔 他在床上躺了四十幾年才死掉 一直都是他的爸爸媽媽照顧 我還記得他的媽媽 在自己快要老到不能照顧的時候 一直發出訊息 希望我們台灣能開放積極安樂死 因為他們這一種想法是 萬一我走了 我老了 老父老母走了 我沒有辦法再照顧他了 怎麼辦 我不如一起帶走他 但我又想要合法帶走他 所以他們就呼籲政府說 你開放積極安樂死 那我們看到也很多那種長照殺人 像我有個學生就寫長照殺人 他就說長照的人 他在照顧別人的同時 他自己的心靈 其實沒有被照料到 所以有時候我們再舉例子說 喔保母也好 像我們最近有一個媽媽帶著兩個小孩 燒炭把小A 他不是燒炭 他是先為安眠藥然後勒死兩個小孩 有多可惡 但是你要知道 像我們舉這些不作為犯 常常會說 哇這很餓之保母 像我們最喜歡舉說 保母看他小孩子 餓了 哭了 三天不給飯吃 不餵奶喝 讓他餓死 或是說我們有時候舉例子 不作為犯 這一個看護工 對於職務人也是 一個禮拜不餵食 讓他餓死 那我們會說 哇好可惡喔 這個在我們刑法上 也會用不作為殺人犯來界定 但是他會被界定為不作為的 原因是他沒有做任何行為 我剛剛講的前面的因果行為論 他的一個問題就是 他對於不作為犯這種 不為任何行為的犯罪類型 他就沒有辦法掌握 我又不是積齊的手段 用那個毛巾給你悶死 用繩索把你勒死 我就是眼睜睜看著你自然的斷氣 三天五天我不餵你飲食 不餵你喝水 你總是會自然斷氣吧 所以不作為犯 他也是犯罪 那你如果用因果行為論 難道你一開始 就把這種行為給排除說 欸我們不進入犯罪審查 喔那這樣的話要怎麼辦 我們的這個犯罪審查 也未免太弱了吧 所以我們要去合理的讓不作為犯 納入行為的概念 你就不能僅僅 僅憑因果行為論這樣的一個理論 好所以他的這個問題 其實是不能處理不作為犯 但他可以處理過失犯 因為過失有時候是過失行為犯 他也是只要有動作的他都可以處理 他都可以說這就是行為 好那再來就是他被批評 這其實是後面的魏才爾 用目的行為論的觀點來批評 他就說他對於行為的理解 是一種純粹由盲目的機械性的人類現象 的方式去理解行為 比如說行為就是我們透過自己的意志 控制我們自己的神經 手運動神經然後去揍人 或是我們控制我們自己的嘴巴 然後去罵人這樣子 那為什麼魏才爾這樣要這樣講呢 他其實講說這樣的一種盲目的 機械性的認識行為的方式 他說其實不是人類的行為 他人類行為都是要有目的方向的 好所以這個是魏才爾對他的批評 當然對他的批評都不是要推翻他 對他的批評其實都是要補充他 不是說我找一個理論來取代他 其實我們在學習這種法律也好 常常你要知道說理論的產生 他是用來補充漏洞用還是用來推翻 前面那一個不適宜的理論 像事實上我們現在介紹的 全部都是補充的概念都不是推翻 就是我們會在既有的架構上 不斷的堆疊東西去 當然有時候我們未來也會介紹 可能會遇到一些理論 他是把你整體的推翻說這個都不行啦 我重新建一個新的概念 新的架構然後我們這樣子玩 也是可以的 但是你要知道我們今天跟你介紹這個理論 他到底是怎麼樣子的使用 因為很多學生對於抽象理論 他非常的覺得無趣 其實抽象理論喔 抽象概念的世界是美好的 因為他可以讓你衝刺的無限想像 理論他是一個抽象的文字 他可以無限的想像 無限的發揮 無限的展演 那你可以藉由理論的基礎 你也不要匡限在一個理論架構中 你可以以此為基礎 然後再去開展出去 他跟我們認知所有事情 都一定要有具體化的東西不太 因為具體化的東西 其實他要限制了你的想像空間 所以常常我也會建議學生 你對於抽象的文字 沒耐煩念 你真的要找個時間喔 泡杯咖啡喔 坐在書桌前喔 書打開來 認真的看他善變 然後冥想這字裡的意思 然後慢慢的進入文字的世界 這樣的話你才可以對文字的使用跟理解 其實在有更深一層的這個體會 我們念法律永遠跳脫不了文字 YouTuber再厲害都沒有辦法 把我們的法律用YouTuber的研法演出來 沒有辦法 所以我覺得時代在進步 科技在進步 影音也好 AI也好 大數據也好 但是法律必須要用文字來呈現這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到現在為止千年還是不變 好所以法律系的人其實 國文喔不一定很好 但是對文字的掌握度其實要敏感 要比一般人敏感 好那魏才爾他的目的行為論喔 他其實就是要告訴你 行為它是有目的方向的 他為什麼要這樣講 其實他就是為他的理論去鋪陳 因為原來前面那個英國行為論 他是搭配古典犯罪理論而來的 所以他在第一階只審查行為 到了第三階才審查故意與過失 但是魏才爾他的理論 是希望在第一階就先審查行為 他為什麼要在第一階審查行為 他說第一階構成要件 就應該區分主觀要件跟客觀要件 為什麼呢 因為構成要件的這個行為 他一定是人類的行為 而且他一定是有目的方向的人類行為 而目的方向就是展演他主觀意志的所在 所以故意他要有認識要有抑鬱 所以他主張目的行為論是 只有有目的方向的人類行為 才是我們要審查的行為 他這樣的一種說法老實講 是為了要去建構他的犯罪階層理論而提 他提出來其實反而讓我們 對於行為的認知限縮了 如果一定要有目的方向的話 會有一種行為 魏才爾他沒有辦法合理解釋就是過失 其實他一直被批評的問題是說 喔那請問過失行為 你要怎麼樣子來解釋他 這個過失行為難道你不審查了嗎 那反而剛剛前面那個因果行為論 他可以審過失 因為對他而言你是故意或過失或不重要 我只要是看到你外觀 外觀有一個開車撞人的行為 我就來審你了 我管你開車撞人是故意撞他 還是過失不小心撞到他 總之這就是要進入犯罪審查 好那我們再講一個 其實最後都是綜合理論 全部都會加在一起 最後一個社會行為論 他其實是要解釋這個不做違反 而且他其實提出來一個想法 就是所有的行為喔 他都不應該只是身體的動 他也應該包含了靜態的不做違 像不做違反他就會出現這個問題啊 我什麼事都不幹 但是嬰兒在我照料下死掉 因為我連著三天不餵他喝奶 或是我今天一個植物人的病人 我是一個看護公 我一個禮拜不餵死他 他死掉 那這種情況我要怎麼樣去解釋他呢 我是有一個目的方向 但是我身體沒有動靜 所以其實社會行為論喔 他說其實我們在社會中 具有重要性的動作 或是禁止行為 通通都要稱行為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念刑法的人 有時候在教科書 尤其是林三田的教科書 或是我今天看到還有可能許澤天 陳大的那個許澤天老師 他是林三田的學生 他們在講行為的時候 他不講行為 他是說人類的行止 他為什麼要加一個止 因為他要表達的是 我們進入犯罪審查的 不僅是動作 動作就是行 行為的行 還包含了沒有動作 就是你的禁止狀態 我也有可能列為 犯罪要審查的行為 所以你有時候 像我那時候 一開始在寫教科書的時候 我就寫說人類的行止 我們審查要人類的行止 那一開始幫我教對的不是念法律的 把我人類的行止的止 通通給我改成為 人類的行為 然後覺得我通篇寫錯 拜託我說我就是刻意這一章節 都要寫行止 因為我在介紹林三田的時候 我有時候全文造影他的時候 我就會故意用行止 然後那其他地方我會用行為 因為只要我們懂了 我們不用刻意去講 其實行為包含動跟進 動作跟進止 但是林三田他就比較仔細 他通篇都喜歡寫人的行止 所以我們常常 有時候你看教科書 會看到行止 有時候看到你就直接概括的 都講行為 那你寫行止也不是錯 那我們了解你在寫什麼 所以我那時候在寫書的時候 第一版我記得教社人 把我那個行止的止全部刪掉 說通通改成行為 我說為什麼把我的不動不作為 全部砍掉了 這樣還得了 都通通給我還回來 叫他通通把行止還給我這樣子 所以這就是我們在講說 行為它包含了人的動作 也包含了禁止狀態 禁止狀態的不動作 這個都是人類的行為 那什麼樣要審查呢 其實這裡我講到社會行為論 它不是一個很明確的概念 因為很多人都提到這一個用語 就是社會行為論 但是像我這邊提到的 Eber Schmidt 好這也是一個很老的 大概1960年代的 德國刑法學者 然後這個耶學 耶學不是在罵髒話 這德文就是耶學 耶學克 他的刑法總則教科書 到第五版1996年停了 因為他就老了 就沒有再改編了 他的這個刑法總則教科書 在德國其實也是紅 在1996年之前至少紅了20年了 所以像日本人有全文的日文翻譯 然後中國大陸那邊也將那個 耶學克的這個 刑法總則教科書 有簡體版的全文翻譯 那再來齁在德國開始 變比較紅的一本教科書 就是不是考試用教科書 比較紅的刑法總則教科書 就是我上次在黑板上寫的 那個ヤコープ 還有一個叫做 ゴシン 我們曾經在教積極 一般預防的時候 我有寫過這一個 洛克辛 R-O-X-I-N ゴシン 還有一個叫 ヤコープ 就是J-A-K-O-B-S 好這兩個人 那這兩個人呢 我比較看得下去的是 因為那個ヤコープ的教科書 都是哲學 都是魯曼 黑格爾 康德 我就真的是看不太下去 因為好堅塞 洛克辛的就比較像是 正常版的德文教科書 好那這一個德文教科書 他原本在第五版 結果今年竟然 向向改了一個版 哇大躍進2020 因為這一位洛克辛是 林玉璇老師的指導教授 已經80幾 90歲 還在改教科書 真的是活到了改到了 都是我的效法的對象 我未來要跟他們學習 好我把這一頁講完 社會行為理論 這兩個人 他們講的人類的 舉止行為跟禁止狀態 只要據社會重要性 我們都應該納入犯罪行為的審查 他們提到的社會重要性 就會被大家批評說 喔好模糊喔 其實也沒有什麼好批評的 因為在這三個理論的綜合之下 所有的行為 不管是作為不作為 故意犯過失犯 我們皆會藉由這三種理論的綜合中 找出一個去可以解釋它是行為 這樣就夠了 所以基本上現在喔 我們在講這個行為理論 我們會綜合中整 因果行為論 目的行為論 跟社會行為論 然後補他們各自不足的地方 總之千言萬語一句話 我們不會一開始就把行為排除說 它不是人類的行為 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接下來行法階層理論 我們就無用無之地了 我們反而是海納百川啊 所有的行為全部都算進來 然後想盡辦法把它跟人類的行為 扣上關係 然後我們要審查它 到底是不是犯罪 我們的行為理論講完之後 我們接著來看 如何理解行法上的行為概念 我說如何理解 基本上我舉的例子全日行為 除非它是天災地震 老實講這就沒辦法了 但是像圍觀大樓倒塌 它也是因為地震 我們不會去追究老天為什麼有地震 但是我們會去追究 蓋這棟大樓的人 所以蓋這棟大樓的人 他在蓋這棟大樓的時候 有沒有在施工上出現一些 違反建築成規的瑕疵 我們要論他過失責任這樣子 好那我們先舉兩個例子 然後我們用這兩個例子 來解釋刑法上的行為概念 第一個例子 抽煙打盾 打盾案 這個直接唸打盾吧 某甲睡 躺在床上一邊抽煙一邊看小說 這個我們在現實生活中 失火罪很多都是這樣造成的 非常多失火案件都是這樣造成的 看了一會兒 現在可能要抽電子煙不會這樣 就開始打盾 睡了起來 手中的煙尚未熄滅 而掉落地毯上燃燒起來 導致自己跟鄰居的房子被火燒毀 這個案子我們要不要論 他是人類的行為 為什麼會這樣問呢 因為等一下我們會跟你講說 人的行為一定要受到自己的意志所支配 睡眠中的行為是行為嗎 好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黃蜂襲擊案 某甲開車帶女朋友到陽明山兜風 路經一處風景優美的地方 已將車子停在路邊搖下窗吹風 與女朋友一起欣賞夜景 突然飛來一群黃蜂 已來不及關上車窗 而被黃蜂冰到 在情急之下 加速倒車 將車子駛離現場 不料立刻撞上後方駛來的冰車 這一個案例喔 其實我們會改編成各式各樣的案例 像我曾經出過一次的其中考題 我說他行經一個廟會 突然有人在放鞭炮 然後鞭炮丟到他的車窗裡 他一驚嚇就開車往前撞人 好我也出過一個考題是公車司機 開車突然心臟病發作 倒地 倒在駕駛車中 然後剎車沒有踩 然後他車才是往前開 開到油門放開沒有為止 還是一樣是撞到旁邊一排機車跟行人 這都是公車司機這個 跟我們放鞭炮和黃蜂不太一樣喔 公車司機那個我們還是要去看喔 看什麼狀況 看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有心血管疾病 你還開車 如果你完全在此之前沒有類似任何證照 就是突如其來的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不能論你什麼行為喔 好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行為概念它具有過濾作用喔 過濾一些不屬於我們刑法上要評價的行為 比如說我們會先把不是人類的行為給它排除 深山上面受 有野豬好了 野豬去破壞我們到了那個原住民的部落 像我幾年前帶學生去原住民的部落訪談的時候 獵人常常都會被鄰居交付任務 我們原住民獵人都會被交付任務說 到了野豬來把我們的高麗菜田破壞的時候 你要幫我們射殺野豬 像這一種野豬去破壞你的菜園 那可以當成人類的行為來看待嘛 就是說來野豬我給你抓起來 然後可以故意毀損罪 因為你竟然把我的這個菜園給破壞了 或是說猴子把你果園裡面的香蕉水果 通通摘了吃掉 那我們抓到這隻猴子來竊盜罪 320條 我們對猴子對野豬可以刑法有意義嗎 當然沒有 我們要先把不是人類的行為給排除掉 所以像比如說動物園裡面的獅子跟老虎 突然跳出來把人撲倒 然後用抓子 比如說抓你或是用咬你 那我們可以獅子殺人為遂罪嗎 也不行沒有意義 但是什麼情況是有意義的呢 如果這一些動物它是被人類所支配 變成人類的犯罪工具 這個時候就有意義了 因為我們沒有要求犯罪工具一定要器械 我們沒有說殺人一定要拿刀拿槍 我們可不可以命我豢養且訓練已久的熬犬 來對著你撲咬 咬到你斷氣為止 可以啊 對你而言這隻動物就像一把槍一把刀一樣 它一樣是殺人的武器跟工具 而且這一隻狗 它就是受你人類所支配 所以我們在看一個事物的時候 我們要去看到底你今天講的是 純粹沒有人力在背後支配的行為 的動物行為還是有人為的因素在操控 如果有人為的因素在操控 那我們還是要把它進入犯罪的審查 好那再來我們接下來會去分辨行為跟非行為 當然你看到這個非行為你後面都要忘掉 因為我們所有舉例都是行為 當然我們先講一下對於行為必須要符合一些要件啦 從我們前面介紹行為理論 我們可以得知首先它必須要是 人類的行或止或是舉止或是 呃03田是用行止 那有人說用舉止都可以 或是人類的動作或靜止狀態都算都可以 然後再來必須要受人的意思所支配 然後再來是必須具備身體上的動靜 而動或靜都是 再來還要有發生具有社會重要性的外界變動 行諸於外的意思 我們其實在後面講到行為階段 我們都會跟各位講 人的思想再邪惡 只要他沒有將他的思想化為 外界可以觀察到的身體動靜 沒有行諸於外界 都不應該進入刑法的評價 因為思想是自由的 我們不可以把一個人純粹埋藏在他內心的邪惡思想 拿出來說我要處於你什麼什麼刑法 這個是我們刑法的這個大原則啦 就是思想是自由的 我們沒有將思想行諸於外界 我們就不應該處罰純粹的思想好 那我們接著一個一個來看 必須是人類的舉止 人類指的是人的意思活動 他支配著自己的身體 或是嘴巴或是手或是腳 各種造成的動或靜都算 純粹的自然現象 比如說地震 打雷 閃電 風雨 或我這邊講的動物的行為 都不是我們要評價的 不是我們刑法要評價的 但是如果我們有辦法去支配自然現象 如果真的有 比如說你有辦法支配讓某天某月 某年某月某天某時產生地震 或是某年某月某天某時 你有辦法用人類的方式來支配說 要不要閃電 要不要下雨 那我就會說這還是人類的行為 在背後去支配它 那我們現在能想像的 常常支配其實是動物的行為 因為人的這個科技發展 可能有朝一日我們可以支配自然現象 如果可以的話 那也要把這樣的一種支配 當做是犯罪行為來處罰 所以像我這邊舉例 你訓練猴子去偷摘靈人種植的水果 你不可以說這是猴子的行為 所以我們把猴子抓來關 不行 我們要探查猴子背後的人 我們以這一個支配者當作我們的犯罪人 然後來刻以他竊道罪 好 來 我們來看意識支配力 自然人才有 這個意識支配力法人其實沒有 好 所以法人的行為我們要另當別論 那自然人基本上不論你的年齡 你的精神狀態 我們都認為你有 像陰幼兒或精神疾患 我們都會說你還是有支配行為 自己身體的東西 像陰幼兒 我推著娃娃車 在媽媽選這個超商 比如說全聯好了 你帶著娃娃車去買東西 結果旁邊的小娃娃手 就這樣亂拍亂打 結果就把一排的玻璃瓶 撇拉拉打 打到地上去 這個也是人的意識力 因為小娃娃也有意識力啊 她雖然不知道她的意識力在幹嘛 但她是有意識力在亂打東西 這個時候她一樣是人的行為 只是我們在刑法上面 我們會有未滿14歲之人 她行為是不乏的 我們不需要去處罰這個小baby 但是我們會考慮這個媽媽有沒有過失 這個媽媽她在走這一條路的時候 是不是有考慮到你家的小baby 手會這樣亂打亂揮 那你亂打亂揮只是把東西打壞了 過失毀損不是刑法上的犯罪行為 那她可能在民法上你要負侵權行為的損害賠償責任 那如果萬一你小baby手伸出去亂揮亂打 害一個機車騎士從旁邊經過 為了要閃這個突然揮出去一拳的小baby的手 結果她就自摔摔倒 這個過失傷害我們起碼就要處罰囉 我們對於財產法益的話過失毀損我們不處罰 但是對於身體法益的保護 過失傷害我們就要處罰囉 小baby我當然不能說你揮手出去 怎麼沒有看到後面有沒有機車呢 我們這樣跟小baby講沒有意義 因為她不懂但是她有一個身體動作 我們會苛責的是媽媽或是照顧她的人 你把小baby的娃娃車推在路中間這樣 假設你說那個推娃娃車上面沒有人行道 人行道被機車站滿了 我只要把她推到慢車道走 然後你在推娃娃車走慢車道的時候 那小baby的手這樣手一伸 那旁邊就一台機車其實被你這樣一拳打到然後跌倒 那這樣你還是要負責啊 一行人不應該走在慢車道上啊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會刻意她過失責任 可能是會追究媽媽的過失 小孩子她在責任能力的這一層次喔 其實我們是不可能去論她有罪的啦 好那再來我們看到我這邊舉個例子 八歲大的小學生跟同學玩耍 八歲大可能小二吧 小學一年級二年級之類的 她一言不合拿起棍棒將同學打得頭破血流 小學生的行為還是行法上的行為 只是她應該還是要說她是受人類支配 人類意志所支配 只是她是無責任能力之人啊 好那再來睡眠中的行為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那個抽菸打短案 睡眠中的行為我們想像上她沒有辦法受人類的意志所支配 其實我們在看電影也好劇也好 非常多在睡眠中夢遊的人 她爬起來做一些醒了之後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會做的事情 那我們一般而言在行馬中睡眠中的行為 大部分都不會認為不是人類的行為 因為我們像我剛剛講的打盾邊抽菸邊睡覺 我們最常遇到的是疲勞駕駛 在開高速公路的卡車司機也好 或是一般老百姓也好 她疲勞駕駛或是吃完飯特別想睡覺 但是她還是硬撐著開車 開著開著就睡著了 睡著了就追撞前車 結果釀成非常大的事故 那她可不可以主張我在睡眠中的行為 即便我追撞前車 我也不負任何過失責任啊 你這樣主張我們聽得下去嗎 我們當然聽不下去啊 就好像說我邊抽菸邊睡覺 然後菸沒有熄滅掉到地毯燒起來 你主張我在睡眠中的行為 所以我不要負任何刑責 我們也聽不下去 為什麼呢 因為刑法我們是一種規範 規範它不是那麼死板的說 你就是在睡覺的那一個點 煙頭掉了 或是說開車撞到人了 所以我不論你行為 我們整個規範會往前溯及 溯及到哪裡呢 我們會溯及到你 是不是知道自己疲倦了 你不應該上車開車 你知道你接下來在床上 會有想睡覺的可能性 你就不應該邊看小說邊抽菸 你應該要在做睡覺之前 把這些有可能釀成災難的行為 先迴避掉先避免掉 所以我們會往前移 認為你在不顧疲倦人開車 或是不顧酒醉狀態 人這個呃開車 或是說不顧疲倦人抽菸 的這一個時間點認定 你在這個時間點還是人的意志 可以控制的行為 自己行為的時間點 所以我們會以往前溯及的那種 因為而不為的時間點 認定你還是人類的行為 所以這些行為 我們通通都要把它視為一個 可受個人意識支配的行為 都還是行為 都會成立過失反 不作為過失反 過失的不作為反 好 那再來幾種比較可能會產生疑問的 像反射動作 反射動作 一般我們會認為非人類的 非行為 它是人類的行為 但它不受人的意志所控制 所以你看我們那些 嘉義科也好 神經科 就是那個神內吧 或是那種骨科醫師 像打膝蓋 打膝蓋也會 一個鐵錘敲膝蓋 這樣腳就翹上來去踢到往前踢 如果你真的是在醫生幫你做診斷的時候 他一敲你的腳 然後你就不小心往前踢 那你踢到他讓他受傷 我們不能說你處理傷害行為 那如果你有意控制自己 在此時此刻醫生敲你的時候 你要踢大力一點 那就不一定了 你就我今天要坐得近一點 靠近記憶體 我知道我今天會不受控制的腳往前踢 那我離醫生太遠可能踢不到他 我今天就是很討厭那個醫生 我要跟他坐近一點 這些都你在預謀當中 連你等一下會被他敲一下 也在你的這個預料當中 然後你就算好那個距離說 我這樣一踢一定會踢到他的那個胯下 我就已經都位置都喬好了 我就打算這樣子 踢他下體這樣子 好 這個時候就不能說 這個是人類意志所不能控制的行為 這一切都在你控制當中喔 所以所有的我們現在講的例子 都有可能是被利用的 好 絕對強制下的行為 什麼叫絕對強制下的行為呢 這個絕對強制指的是 在你沒有辦法控制的情況之下的一種行為 絕對強制就是說你受到強制 你非這樣不可 像我們這邊舉例說 遊客逛夜市 突遭急駛而過的機車碰撞 機車撞到行人 行人再撞到旁邊的賣茶壺的攤販 你把人家整個攤販整個撞倒 你就是一種受到絕對強制 他撞你你撞他 好像在推骨牌打保齡球一樣 這樣咚咚這樣子的 這種情況喔 我們追究的是一開始的機車 我們不會追究中間這個人 因為你被機車撞到 你再去撞旁邊的攤販 或是旁邊的行人 你沒有辦法控制自己 所以我們會追究是第一個行為人 他機車過去先撞到你 你再撞到他 這種我們就會排除喔 這個就是我們目前講說 行為可以被排除下 比較沒有爭議的是 絕對強制下的行為 那再來我們第三種 這個情感衝動下的衝動行為 或是驚嚇反應 或是有人把它翻譯成 集絕行為 即時決定自己的行為 都還是人做出來的決定喔 他都還是人類可以支配的 只是你可以思考的時間極短 有些人做決策速度慢 有些人做決策速度快 但是在做決策速度快的時候 真的喔 我那是盲中有錯啦 但是有時候錯是變得不能忘我 像我們這一種驚嚇下的反應 衝動下的行為 集絕行為 他基本上都是人在短暫的時間內 必須做出來的決策 必須做出來的決策 像我剛剛說大黃蜂一飛進來 你要到時候你還是要看啦 你不可以一驚嚇往後一到 一台機車騎士在你後面被你撞倒啊 那你說這不是我的行為 這是黃蜂害我的 那我也聽不下去喔 沒有辦法黃蜂也是害A也害B也害C 大家集絕下面的人的反應各不相同 只有你會去撞後面的機車騎士啊 這個我們要當他是行為喔 不是非行為喔 好那再來我們行為一定要有 具備身體的動靜 這個就是蔡敦明教授 他有說人的行為包含兩個要素 一個是心術 一個叫皮術 總之就是人的身體啦 面部啦 四肢啦 軀幹啦 你要受人的意識支配 而行諸於外界需要有動作的那些肌肉 都算 好這就是身體的動靜 純粹的思想沒有辦法 是我們刑法的處罰對象 像我剛剛講的 你內心有非常邪惡的想法 希望你的情敵搭飛機會墜機死亡 然後你在家裡不斷的默煉 好現在這台飛機一定要給我掉下來 掉下來掉下來這樣子喔 這樣我們還是不認為它是一個犯罪行為啊 那再來我們講的這一個 身體的動靜或是所謂的體術 其實它包含了作為跟不作為 其實我們在講不作為 也不是純粹的身體的禁止啊 因為刑法上面的不作為 是一種規範的概念 是當為而不為的概念 所以我剛剛說保姆她不餵食 三天後小Baby餓死了 我跟你說保姆是以不作為的方式來殺人 那出於想要殺死她的意思 然後我就故意不餵她吃飯 我可以說她是以不作為的方式來殺人 但是你要知道這三天保姆也不是 沒做其他身體動作啊 她可能不餵奶 但是她現在去炒菜 做飯給自己吃 到外面去買菜回來給自己吃 或是自己還要洗一澡啊 還要看電視啊 做瑜伽做運動啊 她都在動啊 但是她就是不做我們法律規範要求她做的事情 就是你要餵食小Baby 所以我們這邊講的不作為 也不是說一個人像 靜止不動雕像一樣這樣的不作為 不是指這意思 我們指的是你當為而不為的意思 那這一個抽菸打盾案喔 她其實我們回頭來看 在睡眠中她基本上看似非人類所能支配 但是我們剛剛講她算人類所支配 那她睡眠中的那個靜止不動 你要說她沒有動只有靜不管靜止 像這一個睡眠中讓煙頭掉到地板上 她可能就可以符合我們說的就是不動 但是你不要把靜止套用到所有的行為中 因為我們不作為不等同於身體不動作 不作為是一種法律規範的用語 好 那我們再來看喔 行為必須具有社會重要性的外界變動 這句話其實等於廢話啦 因為我們會進入刑法審查都具有社會重要性 好 那這一章我們最後再講比較特殊的法人犯罪 法人犯罪其實我在很長一段時間 我上課都直接說跳過去帶過 那這幾年來慢慢的我會上課帶到 是在台灣受到歐陸刑法的影響 一直認為犯罪行為只存在於自然人 那英美法的話是認為不管自然人或法人都能犯罪 那法人要怎麼犯罪呢 在英美法他們都會認為說一個公司或是一個法人 他們的董事長或是他們在裡面負責運作這一間公司或法人的人 他的行為就等同於法人的行為 那現在歐陸 歐盟喔 這大概這十年來 慢慢要求要針對法人犯罪來進行規範 所以其實非常多國家像我看到荷蘭啦 法國 其實整個像瑞士跟奧地利都已經制定 跟法人犯罪相關的一些規定 那這個法人犯罪在歐陸 法治到目前立法上最落伍的 其實反而是德國法耶 因為德國到現在還沒有辦法接受說 欸 法人又不是自然人 他又沒有這個所謂的意識 決定能力 因為我們還有就是說你有意識決定能力 你決定做一個錯事 違法的事 你要負故意罪責 我們這是一種倫理的非難 就是人的行為它具有一種倫理性 法人沒有 所以對於法人的行為 他有沒有可能做出如自然人般的行為 是一種人的支配的行為 在德國刑法理論裡面一直產生懷疑 那第二個懷疑點在於 如果你說法人真的是犯罪的話 那我怎麼處罰法人 我是直接叫他的負責人去關嗎 還是說欸 我把法人解散呢 因為法人的刑罰如果類比為自然人 那死刑是不是就是解散這一間公司跟法人呢 其實現在整個歐洲喔 對於法人的處罰就是朝這個方向喔 覺得如果這個法人的存在是一個邪惡的組織 像比如說義大利黑手黨 他們在歐洲是最大的黑幫 但是現在在義大利黑手黨都是以公司型態出現 就好像日本的三口組也都是公司型態 邦派也可以去註冊到某某股份有限公司啊 所以你不要以為邦派是一個沒有組織的團體喔 不是喔 現在很多邦派他也都是以公司的形式在呈現喔 所以我們所謂的組織犯罪 雖然不一定要登記為公司 但是邦派他要經營 他也可以說我可以報個統編啊 那邦派老大吃東西可以打統編報營業啊之類的 那這一個公司的存在就是做壞事 我們天天就是玩詐騙啦 為什麼不行呢 他也可以用一個公司型態來玩啦 所以在歐洲他們對於法人的處罰 嚴厲到說我可以解散這個法人 就是讓你的法人格破例 那要怎麼樣處罰法人呢 有傳統喔 其實像德國他們的想法是 沒有像自然人般有受罰能力啦 我剛剛講的不是只有這個解散 就是說法人他不能給他死刑 無期徒刑有期徒刑 那現在對於法人的處罰 慢慢有不同的想法 我可以禁止法人或是這間公司營運 漫年或一年 或是我可以解散這一間法人 像比如說黑手黨公司 被我們發現他其實是 背後是黑手黨的黑幫老大 在當董事長 我就解散這一間公司 這是可以的 好所以我這邊其實就提到說 歐盟各國的處罰法人 慢慢已經形成一股蜂巢 這一股蜂巢裡面喔 動作最慢的其實是德國 德國刑法其實我說動作最慢 近年來也朝 趨近歐盟指令的方向前進 那處罰法人主要會有兩大方向 第一大方向喔 處罰的方式是負責人犯罪形態 因為法人他會有所有的作為 都來自於董事長或負責人 有權限之人 比如說他成立一間公司 就是要按買黑管 排放黑水 這就是由負責人他一生指令下去 要整個公司找一些廠商 來做違法的事情 所以負責人犯罪形態 我們就當做你這個法人也在犯罪 所以我們會處罰法人 也處罰負責人 其實我們現在在台灣喔 法人的處罰會兩罰 負責人也要處罰 法人也要處罰 只是因為法人的受罰能力 他侷限在只能可以罰金刑 沒有辦法判他死刑 無期徒刑 我們現在只能判他罰金刑 那再來一種犯罪形態 還是他的員工犯罪 員工犯罪的話 我們也會處罰法人的原因 在於這一間公司 你沒有一些防幣措施 或是所謂的法令遵循措施 去防止你的員工犯罪 所以以後你們長大了進私人企業 你會發現有一個部門叫做法尊部門 法令遵循部門 這個法尊部門 他可能常常都在做員工教育訓練 尤其是法治教育訓練 他會告訴你說我這一行 比如說像你進科技業 他會天天跟你做的法規訓練 法律教育是說你要如何的保守營業秘密 或是說你不能從別的公司 帶別人的營業秘密過來 或是你不能去侵害別人的營業秘密 我不斷的跟員工教導這些 這些你有做到我們就會說 那你有盡法令遵循 防止員工違法行為發生的義務 那這時候如果員工個別行為 那我們算員工的責任 公司他可以免責 但如果我們認定公司你 這個公司裡面完全沒有這種措施 以至於你的員工去違法 也不過就是剛好而已 這個時候我們還是要把法人 抓出來追究責任 那追究責任的方式就是 你沒有進一些 防止違法行為發生的義務 所以你還是要負刑責 那我們現在幾乎在台灣 法人的責任就是 僅可以處罰罰金刑 很多行政法規中的特別刑法 我們都是用罰金刑的方式來處罰 那像歐盟有各式各樣的制裁手段 我們目前台灣是沒有 說我禁止你繼續執行業務 或是說你這個整個公司 法人要受我們法院監管 或是由我們法院命令你解散 我們都沒有 那類似的處置跟措施 其實在行政法法上面 其實很多有很類似 所以我覺得我們台灣 大概不會參考歐盟制定這樣的法 因為行政法上面的各種措施 行政制裁措施 就有包含了什麼勒令歇業 勒令停業 或是說停水停電 給你各種那種處分 那種處分都是針對法人的 所以行政法法上面其實有了 我們在台灣在立法上面 應該是不會再走同步 就是重疊的處罰 所以我們現在目前台灣趨勢就是說 法人犯罪主要可以罰經刑 好 那我最後針對法人犯罪喔 我在講幾個基本的概念 以前不教是因為我們在國家考試 基本上是會跳掉這一塊 就是法人犯罪幾乎會跳掉不教 你可能在考研究所考試國家考試 都不會遇到 那什麼時候會遇到呢 當你一旦真的出社會了 所以說你要走跟法律人相關的這一條路 比如說你要當律師、法官、檢察官 你會發現你頓時手邊的案件 全部都是法人犯罪的案件 你會頓時會覺得說 原來在台灣那麼多犯罪 全部都是跟違反行政法 然後到時候要不要用刑法來處罰的 這個爭議問題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常常來請教我喔 法人犯罪問題的幾乎都是 我已經出社會去當法官、當檢察官 跟當律師的學生 或是有一些律師 每次說那個王教授有問題 想要請教你的時候 問的犯罪類型到問的內容都是法人犯罪 其實從最早的像大統有頂興案 它就是一個法人犯罪 到比如說日月光排放廢水案 它也是一個法人犯罪 這個全部都是法人犯罪 那我們現在在台灣因為科技業 比較擔心商業間諜 所以在新竹幾乎地檢署 或是法院衝刺的非常多的 侵害營業秘密罪 就是說不當取得他人營業秘密 或使用他人營業秘密罪 這樣的一種犯罪型態非常的多 那我們在對於法人處罰的這一種理論裡 最早德國人之所以不踩 法人有犯罪能力或受罰能力 的一個主要的論點 就是我這邊講的第一種理論 事實上這種理論叫做 代轉嫁罰 它是英美法處罰 法人犯罪的一個最古老 到現在仍然適用的理論 什麼叫做轉嫁罰 轉嫁罰的意思是說 如果公司負責人犯罪 我就讓法人受罰 或反之 我們在台灣早期的轉嫁罰是反怪 尤其是稅券基增法喔 法人犯罪 那法人付罰金刑 那負責人去關 付自由刑 這也是一種轉嫁罰 那這一種代罰制度 或是轉嫁罰制度 因為不符合罪責原則 其實我們的這個最高法院 還有我們的大法官都說 這是違憲的 因為在刑法上面是 誰有錯誰要負責 誰要追究他的責任 你就要說他錯在哪裡 不能說A有錯 所以A要負責 B也要負責 或是A有錯B負責 那B有錯A負責 那我們在台灣早期的轉嫁罰 常常就是這樣互玩 A有錯B負責 法人有錯自然人負責 或自然人有錯法人負責 這樣是都不行了 那我們現在按照比較先進的一些理論 去建構法人懲罰 他的一個正當化的室友 有兩種比較常見的理論 一個叫做組織缺陷理論 這是德國的弗萊堡大學 一個非常有名的教授 叫做Tiedermann 這個Tiedermann是 我們以前前大法官 許玉秀大法官 在德國的指導教授 他其實提到組織缺陷 他認為公司要被處罰 就是這個公司內部出了問題 管控失靈 你放任一個內部管控失靈的公司 去危害社會 我們難道不能給他行責嗎 所以他這個管控失靈 或是組織缺陷的理論 他其實已經就是慢慢的說服大家 可以接受法人是有可能犯罪 而且也應該制裁的一種想法 那第三種理論其實就是 目前歐盟的想法 歐盟他的一個想法就是 法人負責是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那誰代表法人呢 就是負責人代表法人 負責人犯罪等同於法人犯罪 法人自己犯罪 那還有另外一種型態 就是你放任員工去犯罪 你沒有採取防免措施 我剛剛說的教育訓練也好 法令遵循也好 你欠缺這些 你要負的是類似不作為犯的責任 就是你為防止你的公司員工犯罪 的這一種避免犯罪發生的責任 這個是目前我們來建構 法人犯罪的理論類型 好那最後就是提到這個 法人責任與企業法令遵循 未來我相信你可能會念公司法 會遇到法令遵循 甚至未來你大學畢業後 你會求職的時候 突然會看到一種職業叫做法尊長 然後看到另外一種職業叫做法務長 你可能會問我說 法務長跟法尊長哪裡不一樣 其實以前我們都不分 但是我們現在要求法尊長跟法務長 不能是同一人 法尊長是公司企業內部 要求上上下下 從董事長都要進行教育訓練喔 不要以為董事長自己開了這間公司 他就是這間公司的國王 他可以為所欲為 像我們看到非常多董事長 把公司的錢當自己的錢來用 家裡買豪宅裝潢費 全部是公司買單 供自己的家用 要法人全數幫你去付 這個完全都違反法令遵循啦 這個甚至我們在刑法上要論背信罪啊 好所以這個所謂的法令遵循需要 與法律相關的教育訓練 不是只有員工要訓練啊 常常都是上梁先不正 下梁才會歪 所以能當董事長的人 他也要受教育訓練 那如果一個公司這種最基本的法令遵循 機制沒有 那基本上他幾乎就是會陷入這種組織缺陷 組織缺陷只是影響你自己公司營運 那就算了 賺不到錢那大不了宣告重整或破產就算了 最討厭的是你的組織缺陷中 還包含了去做犯罪行為 比如說節省成本不願意找合法的廢物水清理公司 自己買案管把沒有經過處理的廢物水直接排放到河川裡之類的 這些通通都是公司有組織缺陷 好這個我們講到這裡 為甚麼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